第331章 石中飞仙 西瓜石 外表有一道道条纹 形似西瓜纹 纵然能切出圆 量也很少 如瓜子一般 多为粒状 这是它名字的由来 当然 事情也不是绝对的 在很久以前 有人切出过数十粒瓜子神圆 轰动了神城 此刻 切出49粒紫金瓜子 虽然无法与神圆粒相比 但也很让人吃惊了 现在 轮到李黑水大笑 吴子明等人脸黑了 4万多金圆 实在让人掩喻 数量过于庞大 十几位贵人别愣着了 给援吧 四万两千金 你们如此慷慨 实在让我们感动 叶凡与李黑水上前 开始收援 向十几人伸手 吴子明 李重天 难受无比 内心要多憋屈 有多憋屈 感觉像是 飞在九天之上 突然被人一耙子 划拉进了毛坑中 他们本欲调侃两人 将他们当成笑话 结果到头来 自己反成了冤大头 莫名其妙 每人就要掏出三千金圆 实在让人恼火 十几人都觉得 头顶在冒白烟 像是燃烧了起来 这也太窝囊了 只是随便随便 调侃两个土包子而已 结果搭进去这么多元 向外呼出的气体 都带着火气 我刺 有没有天理 西瓜石啊 硬是摔出了紫金圆 腾妈的 我想打人 一个大叫的子弟咕弄 一脸的晦气 三千金圆 妈的 我一半的家当就这样没了 狗日的紫金圆 另一名大叫弟子 比较粗犷 愤愤的诅咒 吴子鸣更是脸色铁青 如果不是他与李重天 揪住两个土包子不放 也不至于这样莫名其妙地 当大耳朵驴子 吴兄你是不是病了 脸色怎么比紫金圆孩子 李黑水晃着大脑袋 凑到镜前 一脸憨厚的样子 关切地问道 黑小子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怪 吴子鸣鼻子中喷火 感觉鼻血 都快气出来了 一甩袖子 将三千金圆置在地上 这些人都是大叫子弟 手中的圆比土飞多 但也不过两三方而已 如今一下子要拿出镜一方 任谁都肉痛 所有人都轻惊乱跳 不甘地将圆扔在地上 他们都是有身份的人 众目睽睽之下不好抵赖 丢不起那个人 皇子殿下多谢了 叶凡亲自从大下皇子手里 接过三千金圆 而后 他转过身躯 看向白衣小尼姑 笑眯眯地开口 道 小妹妹 你有圆权吗 白衣小尼姑 督着小嘴 清纯的大眼中满是无辜 他莫名其妙卷了进来 完全是招了无妄之灾 一眉取笑两人 二眉赌员 居然要也要交员 大下皇子皱了皱眉头 很不待见叶凡对自己妹妹笑眯眯 直接上前挡住了他 而后甩出一方圆 稀里哗啦 地上一堆圆 闪烁光芒 灵气涌动 光彩分成 这种亮晶晶的东西 实在豁人心神 哈哈 李黑水大笑 十几人全都黑下了脸 一肚子的火气 憋得难受 这特么的太怨了 叶凡不管这些 袖子一卷 将所有圆全部收起 一下子进得四万多金圆 离他突破境界 又进了一步 这次 我真正与你们赌食 你们敢不敢 吴子鸣沉声问道 有何不敢 不过你还有圆吗 叶凡漫不经心地问道 吴子鸣张了张嘴 方才很多人身上缘不足 相互拆戒 总算是凑齐了四万两千斤 他们不可能将所有圆都带在身上 没有圆怎么赌 现在 轮到李黑水蔑视他们了 黑脸上写满了饥讽 黑小子 你少得意 妈的 我怎么黑了 这叫男人喂 你懂不懂 你有木有 李黑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黑 大声争辩道 围观的人都一阵无言 有人咕弄道 都黑成那样了 还说自己不黑 我有圆可以和你赌 场中 唯有大厦皇子 不怎么在乎方才的得失 向前走来 你有多少缘 李黑水很直接地问道 三方 周围的人倒吸冷气 大厦的皇子 果然底气足 不愧为中周四大不朽皇朝的传人之一 随身就带着上万金元 好 没问题 我和你赌 叶凡笑着点头 大厦皇子龙行虎步 被龙器缭绕 高大挺拔 狠是破人 当先向深处的石垣走去 白衣小尼谷很不满 他莫名其妙地 被叶凡要去一方圆 觉得很委屈 完全不关他的事 他皱了皱绣器的穷鼻 握着小拳头 冲着叶凡挥动了一下 而后清凌的转身 随他哥哥离去 叶凡与李黑水毫不在乎 跟了下去 所有人都追随 知道必有热闹可看了 天妖宫的少主 妖月空义跟了下来 他一身紫衣 毛子深邃 是一个焦点人物 身份堪比大厦皇子 被不少人拥促着 清晨 朝阳洒灰 将道观的棱角与边沿等地 染上一层圣洁的光彩 走在这里 让人感觉到一种祥和 身心都好像受到了洗礼 众人沿着石子铺城的小路 穿过几片古树林 路过树片道观 一直向深处走去 直到来到第十八层石园 大厦皇子才停下来 此地的石料已相当的昂贵 一斤石底石金园 石笔原贵 一般的人根本无法承受 第十八层石园以后 赌的已不再是纯金园 而是更为珍贵的东西 花费极大 不过 这却让叶凡相当的满意 如果是纯金园 他真不知道 要等到何年何月 才能凑其所需 而这些真实 若是切出东西来 必然极珍贵 可加快他的收缘速度 就在这里如何 大厦皇子问道 反正都已经走到这里了 何不去天字号石园 叶凡微笑道 死 很多人都到吸冷气 天字号石园 那里的其实昂贵的下人 年轻一代很少有人前去 唯有大有来历的老辈人物 常出没 那里可是一块 石只千金园的地方 许多人去撞大运 结果都输到脸白 甚至 有些石头不过树金 就价值上万金园 连诸圣帝的太上长老 都觉得肉疼周围的人议论 提起天字号石园 许多人都是又激动又无奈 门槛太高 根本承受不起 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 有人不解地问道 昂贵得这么离谱 也太吓人了吧 这样也有人去选石 你有所不了解 那些都是其实 万一切出来东西 必是罕见的吸针 价值惊人 没错 一旦切出东宝贝来 别说数万金元 就是十几万金元 都不见得能挡住 一些常年进出石方的人 这样说道 让很多人倒吸冷气 既然如此 圣帝何不自己切出来 为何要如此 供他人来选石 有人问道 你以为诸圣帝愿意这样 他们亦无法确定 石头内部是否有珍宝 为了将利益最大化 放在这里 以天价寿出 供人去赌 的确这样 这是圣帝十方 存在的根本原因 大夏皇子 只略微地迟疑了片刻 便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道 好 既然如此 我们就去天字号石园 当下 在场的人一片沸腾 他们知道 今日必然有大手笔 你们确定 要去天字号石园 吴子鸣与李重天等人 全都吃惊无比 现在轮到李黑水拽上天了 好征以侠地开口 道 你们没去赌过吧 这次好好长长见识 居然 被这两个土包子反比试了 吴子鸣一行人 要多郁闷 有多郁闷 全都愤愤不已 黑小子 下次我跟你论输赢 十几人中 先后有人这样开口 我一点也不黑 别再给我提黑这个字 还有 下次你们带足了缘 本赌胜 我赌到你们脸绿 黑小子太张狂了 你才黑呢 你们全家才黑呢 李黑水翻白眼反驳 天字号石园内 有一株骨藤 粗大的让人瞠目结舌 直径有十米 如一条苍龙横卧 爬向四面八方 这不是大树 这只是一株藤 却如此的粗大 到一石方占地极广 成片的道观 都有它的藤条 在古藤旁 还有一口井 以原石砌成 绳索在上面 磨下一道道痕迹 岁月久远 不知存在多少年了 这珠古藤有数万年了 李黑水对叶凡介绍 相传 它都快化龙了 但西年被高人点成了帆木 所有灵气都透过古井 滋润了这片石方 还有另一种说法 在神城内 无论是多么久远的植株 都不可能化妖成精 所具灵气 只能滋养本城 紫衣妖族少主妖月空上前 他气宇轩昂 有一股妖神的气质 锋芒内敛 如星辰的眸子深处 隐约间可让人感到 唯有我独尊的神韵 两位小兄弟 若是一会儿切出珍宝 可否考虑到我天妖宝缺去拍卖 没问题 若是切出珍品 一定会劳烦月空凶的 既然对方伸出橄榄枝 叶凡自然愿意结交 天字号石原很冷清 没有多少人出没 但现在却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其他石原的人都被惊动了 不少人都聚集了过来 我以为是那八个疯子来了呢 原来是其他人进天字号石原选十 是大下皇子与人对赌 一样有好戏看 这里有高手坐镇 一般的人都不能进来 只能在外围观 唯有选十的人可以进入 毕竟这里的石料太珍贵了 园内有一个老道姑 盘坐蒲团上 看不出多大年岁 一动不动 里面还有四五个老人在选十 当大下皇子 白衣小尼姑 叶凡 李黑水走进来时 他亦一动不动 如干枯的老树一般 其他人也不再喧哗 围在天字号石原周围 静静观看 还好没有围墙 有的只是植被 一切都可见到 叶凡一踏入此园 就感觉到了太初的气息 非常的浓烈 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夜晚 置身禁区内 绝对都是真实 叶凡猜测 这些石料多半有些 是从禁区内运出来的 或者无限接近太初禁区 以前虽然绕着 天字号石原走过几圈 但还是第一次进来 李黑水传音 叶凡微笑回应 传音道 今后机会多多 各大圣地都在等着我们呢 大下皇子与白衣小尼姑 显然不是第一次来 一副无比熟悉的样子 许多人不解 大下皇子 为何总是带着自己的妹妹 唯有叶凡猜测到依二 这个大下公主寄身佛教 如今可能是在入室修行 天字号石原有不少翠竹 清脆碧绿 平添了几分幽静 这里的石料并不是很多 但却各有各的位置 道一圣地的人 每天都会清茶 因为实在太珍贵了 不过 这些石料都摆放得很自然 或在青竹下 或在鼓鼓涌动的泉水畔 亦或在青藤间 石与井交融 分外和谐 有一种天地归一 反扑归真的味道 一个尽心尽力的袁师傅 跟在他们的身边 不断为他们介绍 叶凡纵然早有心理准备 还是被吓了一大跳 很多石头不大 但却都价值数千金元 更为离谱的是 有些石料一斤就价值千金元 让他都感觉吃不消 受不了 我说老师傅 这也太离谱了吧 有人买得起吗 叶凡道 袁师傅道 平日这里很少见到年轻人 都是为一些老古董准备的 你们确实吃不消 对那些人来说 要是能从此地 博出一个希望一个未来 他们愿意清净所有 这里切出过什么宝贝 李黑水问道 曾经切出过神缘 已包出过一些奇珍 妙不可道哉 袁师傅微笑 这块石头值十万金元 李黑水惊叫 一块昂贵道 让人无法接受的石料 能有百鱼精 静静躺在竹林中 竟有一股道运在流动 太离谱了 你们这是在卖石料吗 是在卖神缘吗 李黑水咕弄 他值那个价格 袁师傅道 李黑水暗中传音 道 这块石头确实很特别 似有道运 我的灵觉天生敏锐 觉察道了 叶凡摇了摇头 道 这块石料很难说 我都看不准 表里不一定如一 说不定是从其他 有大道神运的 主石上切下来的 不好选择 不然摆在这里这么长时间 为何无人选它 这倒也是 道运动人 却没人敢动 一定有道理 毕竟来此选择的老古董 个个比狐狸还精 李黑水恍然 看过不少石料后 叶凡心头俱正 圣地的天字号石元 真的太不简单了 他也不得不谨慎起来 这块石头 李黑水惊讶 他们又见到了一块石头 不过一尺多长 竟然生有九窍 像急了一个石人 这是天生的 还是打磨出来的 李黑水问道 自然是天生其石 不然怎么会价值九万金元 原师父道 你能看出什么吗 李黑水暗中问叶凡 这块石头看不透 先不要动 叶凡摇了摇头 你们选好了吗 大夏皇子在不远处问道 他已经选中一块石料 仅有七八斤重 但价格却高达两方元 皇子殿下 你不过万鱼金元 现在一下子花去两方元 仅于一方 如何与我们赌 李黑水问道 我还有 白衣小尼姑开口 大眼睛乌溜溜 瞟了两人几眼 一会儿说了别哭鼻子 叶凡调笑道 白衣小尼姑皱鼻子 给他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大夏皇子则冷哼了一声 叶凡向回走去 道 我们也选好了 就是这块 他选的是一块非常大的石料 足有一人多高 但价格并不是多么离谱 为三千金元 虽然还是极其昂贵的 但相对于这个园子的石料来说 这么一大块 已经算是地板价了 石园周围 那些围观的人都很吃惊 这两人的花费 实在太多了 不过 吴子明还是打击道 真以为选块大石料 不能切出锡针来 真是什么也不懂 李重天也吃笑道 在天字号石园中 这样选是有些可笑 李黑水直接蔑视道 都输光了园 还指点什么江山 好好地学着吧 我看你能切出什么来 吴子明与李重天等人冷笑道 那就好好看 慢慢学 李黑水哈哈大笑 叶凡看向大夏皇子 道 殿下 此局为万金元 谁切的真元价值高 谁获胜 可好 就这样 切石吧 大夏皇子点头道 好 叶凡应道 这一次他很小心 自己亲自切石 慢慢剥落石皮 你有把握吗 李黑水暗中传音 这块石料 应该能切出东西来 我感觉里面有吸针之物 但不切出来 还是难以真正确定 叶凡回应 咔嚓 石皮慢慢脱落 叶凡小心地下刀 这一次再不像摔西瓜石 那般随意了 每一刀都很谨慎 生怕切坏什么 咔 突然 叶凡又轻轻一刀落下 石头自然裂开了 一片耀眼的光芒射出 极其炫目 而后一道光影冲了起来 飞向天空中 天哪 什么东西 怎么飞起来了 很多人惊叫 像是一道人影 没错 飞出一个人吗 天字号石原外 围观的人一下子沸腾了 石中飞仙 的确像是一道人影 叶凡真的被惊住了 与此同时 那个闭目一动不动的老道姑 也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第三百三十二章 古之神耀 一抹炫目的神盲 映照的半空都晶莹灿烂 像是水晶一片通透 李黑水第一时间出手 向天空冲去 拦截这道人形的光影 而叶凡更是迅疾 双手一划 而后猛力一按 丝丝缕缕从指尖射出 将这块裂开的石头 彻底封印 与此同时 盘坐在蒲团上的老道姑 双目开合 射出两道光束 向空中探出一只大手 拨人形光影破灭 发出一声轻响 李黑水一冲而过 什么也没有抓到 老道姑的大手 在虚空中一抹 一片光木被撑起 将天字号石原笼罩 封住了这片空间 防止有神物脱逃 所有人都呆住了 众人知道 一定切出来了绝世西针 恐怕将价值连城 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多年 没有见到这种景象了 竟然出现了 石中飞仙这种异象 一定是了不得的奇珍 恐怕保守估计 也要值十几万金元 不可思议 价值一定堪比神元 让人心惊摇曳的珍宝 真想立刻看看 到底是何物 那是一道人形光影 该不会是切出 什么古生物来了吧 众人议论纷纷 情绪都很激动 仿佛是自己切出来了 罕氏瑰宝 全都伸长脖子 像光幕中的石原凝望 石中飞仙 是一种奇异景象 自古以来 是切食人的锐照 一旦出现 必预示着 有不同寻常的东西要出事 哈哈 李黑水大笑 从天空中降了下来 方才虚惊一场 许多人以前都不知 什么是石中飞仙 不过此刻都鸣晓了 方才有人惊呼后 就做出了解释 一定是切出绝世珍宝了 千万不要出差错 李黑水很激动 一边搓手一边凑到镜前 在天字号石原选时的几名老人 也围了上来 最先喊出石中飞仙的人 就是他们 盯着被叶凡封住的石头 眼神无比的热切 大有讲究的锐照 很多年未陷了 天妖宫少主妖月空 双目神光战战 一顺不顺的凝望前方 此刻 石原内大厦皇子 与白衣小妮孤一走上前来 这等真实 足以让任何人动心 就连老道姑也站起身来 无声地来到旁边 静静地观察 很多年没有这种奇象发生了 至于白发苍苍的袁师傅 更是激动到颤抖 哆哆嗦嗦在旁走来走去 切食人最渴望见到这种意境 快切啊 快切开 石原外的人白找挠心 恨不得立刻见到里面是什么 这样切开 不会出差错吧 里面的神物 会不会泄露灵气 或者飞顿走 李黑水有些担心地问道 他听到过不少传说 自然猜到 这块石头中的东西 是那个级别的宝物 架底神源 无妨 老夫这里有最纯净的玉器 一会儿足以封住灵气 不会外显 旁边一个老人 递过来一个白玉小顶 上面还有个盖子 想来是 专为这种情况准备的 老道姑一开口 道 放心切食吧 我已将石原封住 即便有不可思议的东西 也不可能走失 叶凡将丝丝屡屡神力抽走 裂开的石头已恢复了正常 不再有神盲冲出 静静横在绿草地上 咔嚓 叶凡小心地下刀 将石皮一层层剥落 不多时 一片金银浮现 冷冽的气息迎面扑来 好冷 草地上出现一片冰霜 空气温度骤降 丝丝凉气飘向四方 是一种猿 冰雪猿 大夏皇子开口 石头被剥落部分后 出现拳头大的一块雪玉 像一块寒冰一样 镶嵌在石中 能有拳头那么大 袁师傅道 这块冰雪猿 价值千斤纯净圆 不过凭他无法造成 石中飞仙这种意向 里面应该还有东西 继续切 快一点 天字号石猿外的人 比叶凡还焦急 很多人都在喊 咔嚓 叶凡继续小心地包石皮 当沿着裂纹 一直切到石心处时 炫目的神霞 再次射了出来 冰冷无比 同时无比晶莹 让很多人都嗅到了 一股浓郁的芬芳 以及无比圣洁的灵气 好东西 一定是真片 年轻人 这块圆别切了 老夫要了 八万金元 你看如何 旁边一个老人开口 我愿意出九万金元 买下这块石头 另一名老人 激动得抬高价格 叶凡微笑 道 我想切开看看到底有什么 年轻人你要知道 这有很大的风险 纵然有时钟飞仙异象 有时候也不见得能值多少元 没错 这种事情发生过 切开后 里面只有某种瑰宝的 一个小边角而已 与期望值相差甚远 这样吧 老夫愿意出十万金元 这已倾尽我全部所有了 几位前辈 我们想自己切开 叶凡摇头 很明显 里面有珍贵之物 临门一脚 怎么可能这样卖掉 哼 一个老人重重地冷哼了一声 拂袖闪到了一旁 不再多说什么 老李 别在这里 摆你幻灭宫太上长老的威风 另一名老人黑黑地笑道 叶凡不禁看了幻灭宫太上长老一眼 这个人应该是李重天的师门长辈 不过纵然对方心中不快 他也不能这样卖掉 继续切实 这里无人可撒野 老道姑很默然地说了一句 叶凡继续下刀 石皮脱落 坠地速速有生 终于将石心包出部分 刹那间 璀璨光芒四射 一道人影冲出 缭绕在此地不断飞舞 芬芳扑鼻 光影绕来悬去 非常的梦幻 天哪 那是什么东西 真的切出来了绝世瑰宝 逆天的运气 一定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这个黑小子 还有那个清秀的少年 实在是逆天了 怎么又切出东西来了 吴子鸣等人恼火 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不久前 他们还在嘲讽呢 这是赤裸裸地打脸 一下子切出了神物 出现了石中飞仙这种奇异的景象 这两个土包子 想把我戚图写吗 李重天憋了一肚子火 但现在也很好奇 向前观望 两位兄弟 一会儿我天妖宝去帮你们拍卖 天妖宫绍主妖月空喊道 这是一道银白色的光芒 无比神圣 缭绕着夜凡飞舞 石心一片璀璨 芬芳飘出 极其炫目 彻底剥落石皮 夜凡的手中 出现一块巴掌大的冰雪原 比方才那块还要大 足以价值1500余金楚静原 当然 这不是最珍贵的 其真正的价值体现在园中封着的东西 光芒正是他发出的 园中有针 果然是稀罕宝物 这是 一种灵药 错了 这应该是神药 不然怎么会出现石中飞仙这样的奇景 几名老人都围了上来 纷纷评论 皆激动无比 年轻人卖给老夫吧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 15万斤圆成与不成 老夫幻灭宫里一水 马上去戒园 幻灭宫方才冷横的那名太上长老 也急切地开口 银色的圣洁光辉终于慢慢内敛 露出冰雪原里面的锡针 这果然是一株植物 淡淡芬芳透源而出 这是 太可惜了 怎么会这样 当神华内敛 看清园内的一切后 所有人都无比失望 因为这不是一株完整植物 缺少了关键的植株部分 冰雪园内 封着淡蓝色的根莖 像是蓝宝石一般 晶莹剔透 根莖上方没有什么叶片 太可惜了 没有药草的关键部分 几名老人无比的惋惜 极度失望 不对 还有一部分 快看 怎么会这么奇特 其中一个人 老人吃惊 不错 真有一部分 这是 一双脚 仔细观看后 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这株植物实在太特别了 但蓝色的根部上方 连着一对 如形似脚掌的快筋 并不是很大 只有一寸长而已 呈银白色 与冰雪原相仿 绝对是快筋 只是与人类的脚掌太相似了 让人误以为是一个 小御人断下的双脚 这是 传说 太古有一种神药 不生叶片 形似人体 这难道是那种神药不成 非常有可能 它已绝技无尽岁月了 只知道它的形状 具体功效 几乎没有几人知道了 既然被称为神药 一定有不可思议的奇效 价值连成 几名老人 既激动又遗憾 因为这株人形神药 缺失得太厉害了 只有根部与一双药足 其他部分消失了 没有被封在园中 奇迹啊 居然可见到太古年代的一种神药 也唯有神园以及冰雪园 可以封住这样的植株 石园外的人都被惊住了 太古的一种神药 如天方夜谭 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这位小哥 四万金元卖给我如何 一名老人开口 怎么不长反降下来了 方才你们不是出十五万金元吗 李黑水不满意 一个老人摇头 道 刚才光芒璀璨 要的人睁不开双眼 无法看清 现在神华内敛 露出了其本体 自然也体现出了 它的真正价值 如果是一株完整的神药 比神源都要珍贵 价值不可估量 可它是残缺的 你们也见到了 不过是一双药足而已 只值这个价格 叶凡平静开口 道 当今之事不见神药 各大圣主晚年寿源干涸时 行走于茫茫大荒中 也无法寻觅到 从未见有哪个老圣主 在献于世 这种可改命的神物 怎么可能只值四万金元 李黑水也道 就是啊 这可是人形的神药 纵然是拿一块神源来换 也抵不上它的价值 老夫李易水 愿出五万金元 幻灭宫的太上长老开口 叶凡摇头 并不答应 将冰雪原封在了玉器中 不想气灵气流失 李易水的脸色 顿时有些难看 道 年轻人不要太贪婪 残缺到这种地步的神药 真的没有那么高的价值 老人家您这话 就说得不对了 这是我自己切出来的神药 我卖与否 都与贪婪沾不上关系吧 叶凡道 两位兄弟 你们与道一的前辈说下 可否让我进去 就在这时 天妖宫的少主妖 月空开口 李黑水与叶凡 自然乐意他进来 与老道姑一番数说 子一妖月空大步 卖了进来 最多 我出六万金元 将此残药买下 李易水再次开口 叶凡忽然道 主尉 你们忽略了一个事实 此神药跟虚完好 并没有损伤 也许可以复生 我以八万金元 买下此神药 大夏皇子突然开口 旁边的白衣小尼姑 也扑扇着大眼 露出息迹的神色 道一圣地园 以十万金元 回收此息针 一直默不作声的老道姑 突然爆出一个惊人的价格 其实 我想找个地方 把它栽种下去 看看能接出什么样的神药 叶凡依然不为所动 在这一刻 道一圣地 切出神药的消息 快速传了出去 妙玉安 广寒雀以及各大圣地十方 与诸多大教都得到了禀报 第333章 轰动神城 当时 神药无踪 诸圣地都得不到 传承十几万年不朽的皇朝 亦无法寻觅 东荒的老圣主 与中州的老皇主寿元将近时 都选择出没于大荒中 只是为了那万中之一的希望 可是从来未闻有人采到神药 或许 唯有几大生命禁区中还能寻到 不过 那不是人力所能够去的地方 诸圣地亦无奈 十一万金元 再次爆出一个高价 十二万金元 有两名老人 合力叫出这个价格 决定联手买下来 诸位不是我不想卖 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样的神药 应该想办法救活 不然是整片东荒的损失 叶凡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 在场的人心中诅咒 觉得他想当奸商 抬高价格 其中一位老人摇头道 只要剖开圆 一般的药草必会成为非灰 不能长存于事 即便是神药 也得小心取用 更不要说复活了 另一名老人道 过去无尽岁月了 这诸神药 纵然有完好的根须 也根本不能复生 叶凡微笑 道 我看未必 不是有传说 某些园中风有古生物 剖开园后 它们还能复生吗 此药为神药 一定与众不同 我想 应该能成活 李黑水帮枪 道 没错 到时候可接触无损的神药 有了这诸仙根 每年都可以采集 幻灭宫的太上长老李易水 心中不快 陈生道 不说神药无法再生 即便可以复苏 也需要成长数千年 才能成熟一次 你们等得到吗 场外 所有人都被镇住了 一株神药 虽然是残缺的 但却还这样珍贵 果然是比神愿还稀有 真是逆天的运气 让人嫉妒 我若是切出这样的瑰宝 一定会天天祷告 多少年了 早已没有神药出世了 今日竟然从石中切出一株 让人震惊 石元外许多人都议论纷纷 恨不得与叶凡异味 这是让人颤抖的神药 可遇不可求 十三万金元 大夏皇子又一次喊出高价 他不劝解什么 只以高昂价格说话 白衣小尼姑 大眼乌溜溜地转动 伴在大夏皇子身边 似乎很想得到人形神药 让我说什么好呢 我是真觉得可以附生这株神药 叶凡叹道 你是想要更多的元 很多人心里诅咒 十五万金元 道一圣地的老道姑开口 声音冷漠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这 叶凡心动了 虽然是绝世先根 纵然可以栽种 但也要等上几千年才能成熟 他等不起 这下 不光是石元外的人被镇住了 纵然园中的几名老人 也被惊住了 道一圣地若是出手 他们根本竞争不过 这株神药 到底能不能重新栽种 李黑水问道 想拖延时间 继续抬高价格 老道姑声音平静 道 我说的已经是最高价格 他指质这个数目 天妖宫少主妖月空已来到境前 气质格外出众 虽是男子 但却有一种妖艺的美 不过并没有阴柔之气 他眸子深邃 如妖神一般 这种仙根举世罕见 堪称无价 不过要想复生却有难度 除非以神拳浇灌 才能焕发生机 这很不现实 想的神拳除非进冬荒的几大生命禁区 幻灭宫的太上长老李 一水冷笑 这可不见得 说不定冬荒的几大灵泉 就可以让他恢复生机 李黑水道 叶凡一笑道 圣地传承十几万年都不朽 如果救活这株仙根 数千年对于他们来说算不得什么 未来将有无穷好处 在场的人都无言了 这两人一唱一和 明显是要将奸商做到底 紫衣摇跃空笑了 他乐见这种情况 我觉得两位兄弟很为难 因为不好做决定卖给谁 怕伤了诸位的和谐 我想最好的选择就是 将这诸神药送到天妖宝缺 拿去拍卖 有道理 李黑水装模作样地点头 好 我赞成 十元外有人开口 众人回头 只见来了不少老人 全都鹤发童颜 精神绝朔 一看就不是常人 妙玉庵 广寒雀 与各大圣地十方 以及诸多大教 都得到了消息 有老辈人物赶来 神药出事 绝对是轰动的 尽管是残缺的 也一样动人心神 尤其是寿源不多的老辈人物 就更加动心了 许多人物接到消息后 都是第一时间赶来 向外望去 白花花一片头颅 眼光都无比的热切 虽然都是寿源无多的人 但年岁差距却是巨大的 因为小门派三四百岁的人 就算是高龄了 而诸圣地 七八百岁的人 说不定还很鼎盛呢 这些人实力差距颇大 幻灭宫的李依水 冷哼了一声 扫了一眼叶凡与李黑水 拂袖而去 他知道没有机会了 这个老家伙 该不会记仇 对付我们吧 叶凡传音 李黑水冷笑 道 放心 我手中的这枚黑铁令 足以压死他 他感到风浪 定然让他脸绿 叶凡倒也不在意 赤龙道人欠他人情 早已告知 若有事尽管去找 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事情 想要在神城京市豪赌 必然会有这样与那样的风波 这才刚刚开始而已 两位兄弟 你们若是同意 现在天妖宝缺 就可帮你们处理这株神药 我安排人护送走 妖月空想得很周到 好 我就委托给天妖宝缺了 不过 却不是现在拍卖 而是要等上一段时间 叶凡开口 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风波再大一些 最好等各大圣主 攻打紫山受挫后 回来使拍卖 他手中还有一枚 被狗咬过的人缘果呢 这些西珍先后出世 定会无比吸引眼球 或许能引来更多的人 好 一切都凭小兄弟做主 当下 妖月空找来人现场接收 保管了下来 若是遗失或者损毁 天妖宫将赔偿二十万金元 这让叶凡很满意与放心 不过 这些不用多虑 天妖宫绝不会砸自己的招牌 来侵吞 他们经手的西珍众多 什么也没有他们的信誉之前 特么的 有没有天理 那黑小子揣着五十金元 就驳出这样一个辉煌的结果 让人吐血啊 吴子鸣一脸的晦气 李重天也愤愤不平 看着十月内的叶凡 道 他只知道摔西瓜时 到头来惊动出一株神药 真是气死我了 他们这一群共有十几人 全都诅咒 两人走了狗屎运 这叫石猎 一群土包子 好好学着点 李黑水昂着头颅 而后转过身躯 给他们留下一个后脑勺 该死的 被这黑小子反比试了 妈的 这土包子 居然嘲笑我们 皇子殿下 请切开你的石头吧 叶凡微笑 现在不用切实 大夏皇子也知道 必输无疑 太古一存 下来的神药 可遇不可求 几乎不可能有一丝迎面 他不想拖泥带水 直接一刀劈开 切出一块小人头大的一种圆 价值能有一方圆 果然不可能与叶凡的石头相比 大夏皇子很痛快 将三方圆推给叶凡 道 这两位兄弟 今日中午 我请你们去醉仙缺喝酒 叶凡惊讶 那是神城八大酒家仙缺 昂贵的要命 最顶级的仙宴 是专为圣主与大能准备的 这怎么好 交个朋友而言 大夏皇子笑道 中州大夏皇族队员格外上心 传说他们的太皇经 都是字缘中切出来的 常年有皇族人住在神城 收购其时 叶凡明晓 大夏皇子不是一般的人 虽然只见他堵了一次时 多半已亏出蛛丝马迹 故此与他结交 旁边 妖月空义大笑 道 我也想请这两兄弟呢 今日中午 我们一起痛饮 不醉不归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叶凡与李黑谁也大笑了起来 唯有白衣小妮咕咒了皱穷鼻 嘟着小嘴咕弄了一句 给了叶凡与李黑水 一个大大的白眼 几位还选识吗 这时 旁边的老道姑开口问道 此地是天字号石原 所陈列的皆是真实 不允许人过久地停留 叶凡道 我倒是想继续选石 可惜囊中羞涩 这里的石料太贵了 石原外的人无言 尤其是吴子明与李仲天等人 愤愤不平 赢了那么多元 居然还哭穷 实在该天打雷屁 想来这位公子看上了天价其实吧 若是一时凑不起缘也无妨 尽可选石 不过要以那诛神药做敌呀 老道姑这样说道 可是 我也将他托付给天妖宝缺了 叶凡答道 可日后从拍卖所得中 扣除今日的缘 老道姑道 好 叶凡点头 今天还不收手 别一下子堵空 让道一圣地 平白得两大株神药 李黑水暗中传音提醒 叶凡摇了摇头 传音道 我就是要在神城大赌一场 今日机会难得 怎么能这样收手呢 子一摇月空跟随在旁 道 两位兄弟还要选石 果然有气魄 大下皇子一大笑道 好 我要好好的观摩 学上棘手 少年郎你还要赌石 外面一群老头子全都惊讶 而后一群大有来头的人都走了进来 眼神无比的热切 当运气来时 挡也挡不住 这是许多赌石人的经验之谈 要是再切出好东西来 一定先考虑卖给我们这些糟老头子 没错 少年郎助你运气旺盛 一群老头子 目光无比的热切 跟进来一大群 连老道姑都不好阻止 因为有不少人是这里的常客 神药 谁切出来了神药 让老头子我看看 石原外传来吵嚷人 又有一些年岁很大的人赶来 在哪里 我要出十八万金元购买 另一拨人也冲来 为首的老者头发稀疏 几乎快脱落光了 在场的人都很吃惊 不断出现的老头子 全都大有来头 皆是年岁大的下人的老不死疾的人物 太古的神药 当时不可寻 实在太惊人了 引动来很多民宿 包括一些圣地的太上长老 有不少大人物 可以说 叶凡在道义时方 切出人形神药后 惊动了整座神城 引起了轰动 许多人闻讯后 都跑来围观 想一件神药是何样子 堪比切出神院时的盛况 来 给老头子我让的地方 天字号石原内 白花花的头颅一大片 有些人甚至自己开始 选起石料来 这本是一片幽静之地 但今日实在热闹非凡 石原内 直径有十米粗的骨藤 如苍龙一般横卧 叶凡转来转去 来到了这里 拍了拍井口盼的一块骑石 而后又放了下来 你可千万要旋转 不然咱们那珠神药 就没了 你没听到吗 刚才有人已经报价 到十八万金元了 李黑水提醒 不必换得换师 大不了从头再来 叶凡很平静 他研读过原天书 他知道选石时 最重要的是 要有一颗平常心 果然好心态 妖月空赞叹 大夏皇子也要点头 可这时 叶凡却笑着让小尼姑 帮忙选几块石头 顿时让他很腻挽 少年郎 氧气功夫很到家 我们都看好你 赌石气氛靠运节 希望你能再切出吸针来 一群老头子跟在后方 有人笑着开口 他说的也算是实情 有些人在一段时间内 有大气运 一赌一个准 这些都是发生过的实例 叶凡走走停停 不断选石 沿着鹅卵石铺成的小路 来到了幽静的竹林中 他停在那块 价值十万金元的天价 其实前 此时有一种道运流转 很是特别 此前就与李黑水讨论过此时 终于有人要动这块石头了 这么多年都无人敢下手啊 后面 那些老人都很惊讶 叶凡蹲下来 轻轻拍打 不断妈撒 认真地观察 但最终 他还是站了起来 觉得这块石头 既像是空壳 又像是蕴含有东西 他实在拿捏不准 他一抬头 发现了道一圣地的少女道士 静静立在远处 如先趴出站 与景色交融 空灵而自然 依然见不到他的真容 没有雾气 没有神光阻挡 但却像是 有一种道运 模糊了他的脸 叶凡走向另一边 继续选时 李黑水陪在身边 腰月空 大夏皇子 小尼姑 一箱随在旁 不多时 他们走出竹林 来到一片阳光直射之地 叶凡盯住了石台上 被日光所照耀的九鞘石人 你们为何将它摆放在石台上 叶凡问道 袁师傅答道 这是天地生成的人形 其实 传说这样的石头 若是有足够的时间 吸纳日月精华 早晚有一天 会变成圣灵 这块石头 对叶凡有极大的吸引力 天生人形 具有九鞘 极其特别 它在园中四处转悠 其实心神一直记在这里 故老相传 世间有仙石 天生九鞘 可蜕变为圣灵 是尽先的存在 但这块石头太小了 只有一尺长 叶凡沉思 最终他还是动手了 将这九鞘石人抱了起来 细细观察 这个九鞘石人 有很多元术造诣极深的人都看过 但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有人敢动 少年郎 你真要动这块石头 一群老头子都很吃惊 他们都曾琢磨过这块石头 但一直都没有人敢出手 这块石头不过一尺长 却价值九万金元 昂贵的离谱 许多人看后 都是拿捏不准 有人要动九鞘石人了吗 老头子我来对了 要好好地看一看 又有一些老人文训而来 上次 那几名元术世家的高手 研究了大半日 最终还是摇头放弃了 今天有人真要切这块石头了吗 今日 叶凡切出太古神耀 影响比他想象的还大 不断有人赶来 想要见识 是名副其实地轰动了神城 叶凡举起这块其实 对准了太阳 认真的辨析 仔细地观测 默默地思索着 他总觉得 这块石头悬而又悬 有些把握不住 一会儿给他梦幻空花的感觉 一会儿又给他沉甸甸 内蕴绝世西真的错觉 旁边 那些老人都在议论 神要被送走了 今日见不到了 不久后 将在天宫宝却拍卖 不过今日倒也不需此行 若是能够明晓 九鞘石人内部到底有什么 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不错 我一直都想知道 他到底运有什么 可惜那些造诣极深的元术师 最终都放弃了他 一直不能开眼 一群老头子兴致勃勃 围在这里 全都期待叶凡切开九鞘石人 了却多年的心愿 有把握吗 里黑水传音 没把握 不过值得一搏 叶凡举着骑石 将其九鞘逐一对准太阳 一个一个地观察 他不经意间回头时 不经有些惊讶 石原外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诸多修士都在围观 没有人大声喧哗 全都在静静看着 当中 竟有风神如玉的江家人杰 江一飞 一身白衣圣雪 分外出众 而另一个方向 亦有一个白衣人 是一个女子 名谋善赖 完美无瑕 机体精盈 竟然是安妙一 他居然也来到了此地 直到这一刻 叶凡才知道 窃出神要轰动了神城 诸多人物全都来到了这里 此刻 唯有一群老头子 没什么顾忌 围着他议论纷纷 而其他人都在静静地观看 叶凡摇了摇头 没有想到被人如此关注了 他快速静下心来 再次开始 将识人的九窍逐一地对准阳光 且不断地以手指丈量齐驱 第三百三十四章 九窍识人 竹林碧绿 灵犬涌动 清明而安密 石台高耸 朝向太阳 聚纳日经 叶凡站在上面 迎着阳光观察识人 他神情专注 慢慢转动其时 认真而又仔细 忽然 他神色一动 识人右眼被阳光照射时 他仿若看到一丝日经 一闪而没 这是错觉吗 他并不能确定 因为九对太阳 他怀疑被晃了眼 叶凡一动不动 持九窍识人正对太阳 精神高度集中 仔细观察 到了这一刻 任谁都知道 这个清秀的少年 是个元术高手 种种手法都很讲究 甚至未曾听闻过 难道是一个元术世家的少年 所用手段很特别 见所未见 真正的元术高手 选识五分 靠运气五分靠实力 可以说是对半开 这个少年多半很有来历 上次 一个元术世家 不是来的几个人吗 也看过九窍识人 所用手法与他大不相同 想来肯定不是出自一脉 旁边 一群围观的老头子 都在轻声议论 眼中多了一分火热 如果这个少年 是个元术天才 无疑很值得拉拢 天字号识人外 虽然有很多人围惧 但却非常安静 自从叶凡 要使动九窍识人 便没有了说话声 所有人都在近看 白衣出尘的江亦菲 都在等待 露出关注的神色 他连长靴都是白色的 仙尘不染 绝世飘逸如雅 安妙衣无法轻舞 神秀内蕴 眼波流转 意在观察叶凡 无暇玉体四花束堆雪 动人心惊 叶凡足足 进入了半壳中 也没有再观察到异常 识人的右眼很干燥 并无日经出入 没有生动的契机 突然 叶凡动了 他的右手出现点点光辉 五光石色 非常绚烂 很梦幻的感觉 这不是修饰的手法 这是玄妙的元术 聚草木精气 那太阳精华 隐天地缘精 汇聚而来 叶凡的右手清零地拂过 将五光石色 灌入酒窍中 他的双眼有点点星芒闪耀 一瞬不瞬盯着识人 果然是元术高手 奇异的法门 玄妙的手段 从来没有见过 这种元术 可以探出石头中的吸针吗 旁边 这些老人揭露出惊讶之色 心中很期待 都想看看他 还有什么妙法 叶凡并无神力波动 完全是在展现元术 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正中 因为酒窍识人 真的太特别了 过了很长时间 五光石色灌向酒窍 都没有产生任何变化 其实古朴自然 依然如故 叶凡皱起了眉头 轻轻地从石台上跳了下来 不再迎着阳光观察 这些手法无用 李黑水传音 道 看不透彻吗 干脆别动他了 刚才我听人说 这块石头摆在此地有黏头了 纵然有人看好 也在最后关头放弃了 紫一摇 月空一开口提醒道 小兄弟 没有把握的话 就不要动了 很多元术高手都曾看过 最终又都离去了 叶凡很平静 道 我再看一看 他将酒窍识人 放在芳草地上 仔细在识人身上丈量后 开始快速出手 不断落指 向下点去 可以清晰地看到 一道又一道寸许长的金芒 没入一些特殊的位置 如一粒粒金子坠落而下 点石成金手 白发苍苍的袁师傅金教 在人群中显得很特别 什么 真是袁术中大大有名的 奇学点石成金手 袁术世家走出来的高手 都不一定能够施展出 一些老人精道 真的假的 这个少年施展的是点石成金手 这 不可思议 还真是个袁术天才 周围 一群老辈人物都露出金色 这种袁术 他们听说过 但几乎没见人施展过 天字号石元外 吴子明与李重天等人面面相去 一脸的晦气 感觉像是咬了黄连一样苦 大夏皇子在吃惊的同时 更加关注了 站在最前面 几乎快贴到了九窍石人上 紫一月空一抚下身体 近距离观察 他觉得叶凡的元术 比他想象的还要不凡 若是能够拉好关系 日后对天妖宝缺将大有益处 整整1808道寸许长的金芒 被叶凡打入石人内 这不是神力 不用担心阵列此时 人群中的元师傅惊叹连连 道 竟连贯了下来 是完整的点石成金手 叶凡很专注 并没有被旁观的人所影响 他开始有规律的基石 双耳仔细聆听 直至很久才停下来 怎么样 李黑水紧张地问道 被这么多人关注 花费天价来选这块石料 任谁都很难平静 还是不能确定 不过 我就选他了 买下 当叶凡吐出买下两字时 石元终于不再平静 一片喧哗 所有人都议论了起来 九窍石人 乃是天价其时 摆在这里有很多年头了 一直没有人敢动 几乎快成为了 到一十方的镇源之宝 今天 终于有人要切此石了 所有人都有些迫不及待 想一观石人内 到底运生了什么 今天果然不需此行 将了却我们多年的心愿 一些老人感叹连连 英雄初少年 果然有冲净 很多人都看过这块石头 连元树世家的人都来过 终究是没有买下 石元内外喧嚣不堪 所有人都在谈论着自己的看法 吴子明冷笑道 我看他是要倒霉了 那么多高手认真琢磨过后 都不看好这块石头 他竟敢买下 嘿嘿 李重天一讽刺道 一会儿看他跌个头破血流 看他如何收场 石元内 李黑水皱眉 道 你看不透这块石头 根本不能确定 为何还要买 什么叫堵石 堵字放石钱 若是元树都无可奈何时 就只能大胆搏一下了 叶凡经言元天书 如今元树还未真挚完满境界 无法与元天师相比 的确看不透这块石头 但是却也若隐若无地 感应到了一丝异常 他觉得一定不是凡石 只是不知道 能不能切出绝世西真来 他不想错过 因为不久前 元树世家来过几人 他怕引来更厉害的人物 好好好 元师傅最为激动 身体颤抖 他守着这个园子数十年了 他并不是修士 有生之年 都想见到有人切开石人 一窥究竟 就连最为平静的老道姑 也露出了一丝异色 不是那么的漠然了 道一圣地的少女道士 也出现在镜前 显而易见 也响一关 当叶凡持刀的刹那 所有声音都消失了 偌大的石原一片宁静 只剩下了热切的目光 整片石原 静悄悄 落叶可闻 叶凡开始切实 谨慎而小心 幅度很小 下刀而准 咔 当第一道声音传出时 所有人都一震 此音一出 预示着道一十方的震源之宝 终于要被解开了 石屑纷飞 叶凡专心运刀 它并没有手软 速度很快 不多片刻间 将石人的手臂包开了 结果 除了一地石粉外 什么也没有 连块普通的圆都没曾切出 可以看到 石人的内部很一般 白花花 根本不是运生有细针的石料 坏了 李黑水知道事情很不妙 果然 怪不得那些圆树高手 最终摇头放弃了 这九壳石人看着特别 但是内部是白石 肯定出不了圆 一些老人非常失望 期待这块石头很多年了 今天终于有人切开 不想竟是如此的普通 没有一点出其处 甚至 有些老人怀疑 这是到一圣地做的局 故意要坑一些 原术造诣精深的人 还好 当年我忍住了冲动 没有买下这块石料 叶凡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 继续挥动切刀 时间不长 将石人的双腿一剥落 依然白花花 唉 这么多年来 这块石头一直让我放不下 不想去是这个样子 如果有绝世吸针的话 早已有石中飞仙异象发生了 现在连波动都没有 让人失望 这些老人都在摇头 最紧张地没过李黑水 这可是一块天价石头 如果什么也切不出来 以前的神药都要搭进来填窟窿 叶凡什么也没有说 继续挥刀 将石人的腹部解开 依然白花花 而后将头部也切裂 最后 他将刀落在胸阔上 石屑纷飞 还是什么也没有 李黑水的冷汗流了下来 满怀希望 到现在却无比的失望 此刻 地上还有拳头大的一个石块 没有解开 那里位于心脏部位 此外 头部的额骨 亦没有落刀 到了现在 石原外不再平静 没有人看好这九窍石人了 切到现在都是白色 这样的石料 几乎不可能运生出吸针 哈哈 吴子明大笑 啊 自不量力 这么多年过去了 所有高手都摇头而去 没有人选中他 你真以为自己是元术大师了 李重天也幸灾乐祸 讽刺到 总有些人不知天高地厚 以为可以指点江山 到头来却跌得头破血流 其实什么也不是 哈哈 他们一行人全都在大笑 石原外一片喧嚣 有人讽刺 有人野鱼 也有人同情 各种表情呈现 人生百态面孔皆有 现在 没有人保持安静了 一片嘈杂 谁都不看好九窍石人 这块其实了 嘿嘿 深沉意味深长的冷笑 在不远处响起 幻灭宫的太上长老李 一谁也出现了 此刻 就连腰月空与大夏皇子 都很失望 在一旁沉默无语 有些疑惑 是否错过了叶凡 远处 将一妃一微皱眉头 不再那么关注这里 安妙依一时微微摇了摇头 美丽无瑕地俏脸上 神色平淡了下去 一群老人在叶凡旁边静观 不再多说什么了 神秀天成的少女 倒是站在一边 依然很平静 没有什么表示 妈的 实在让人恼火 李黑水很郁闷 狠狠地瞪了一眼 远处的吴子明 与李重天等人 此刻 唯有白衣小尼姑 还蹲在地上 拖着下颗 很是纯真 还在好奇地盯着 那个拳头大的石块 眨动大眼道 怎么不切了 叶凡波澜不惊 站起身来 冲着寺外大声喊道 有人愿与我对赌吗 第335章 石垣运奇珍 叶凡此言一出 周围的老人都很惊讶 而石垣外的人先是一呆 而后发出一片嘈杂声 对赌 你拿地上那块白石头赌吗 很明显 那是白花石 根本不可能切出猿 就是最低级的赌石人 也都知晓 年轻人 即便酒窍石人切空 也不要这样经不起打击 以后还有机会的 我看他是魔争了 都到这种地步了 还想与人对赌 天字号石垣外议论纷纷 尤其是吴子明几人 更是大声嘲笑 你拿什么赌 用那块白石来来切出神院吗 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看他是经不住打击 气疯了 早就说了 他不知天高地厚 这下被打回原形了吧 自以为是原术高手 指点江山 结果从云端重重地摔了下来 不自量力 哈哈哈哈 叶凡神色平静 道 谁与我赌 我已酒窍石人与你们对赌 我若是输了 甘愿赴五万金元 此话一出 先是一片寂静 而后爆发出一片喧嚣声 这个家伙疯了 真是不知所谓 五万金元 你要是拿得出 我和你有赌 有人挑衅 大声喊道 经受不住打击 难道要破罐子破摔 有人嘲笑 石缘内 腰月空上前劝道 兄弟 无需这样 大不了从头再来 这样的白石 不可能切出吸针来 叶凡摇了摇头 继续坚持 道 无妨 我就是想与他们对赌 今天连神药都切出来了 我觉得 老天站在我这一边 地上 那块拳头的大的石头 白的刺目 尤其是想到它的天价 更加让人 择舌与叹气了 切出神药是天大的机缘 它是这么多年来 少见的吸针之物 还以为可以切出这等神物 真是笑话 你到底有没有缘 如果有的话 我跟你赌 石缘外 传来各种声音 所有人都不相信 能从白花石中 切出原来 李黑水交集 暗中传音 道 你真有把握吗 这可是白花石 即便是刚入门的赌诗人都知道 绝对出不了缘 多少还是有一些把握的 叶凡暗中回应 真的假的 李黑水见叶凡很镇定 半信半疑 我怎么可能会坑自己 叶凡暗道 你太阴险了 这是在钓鱼啊 李黑水放下心来 暗中黑黑笑道 都说我黑心肠 我看你比我还黑 明明切出好东西来了 还这么镇定 不忘记将这些人坑一把 我觉得 该叫你叶黑才对 此刻 十元内外一片嘈杂 所有人都不能平静 道一圣地的老道姑 不得不向前走了几步 避免有人过击而冲进来 叶凡扫是所有人 啊 我说的句句属实 你们看这是什么 他大袖一挥 地上顿时出现一大堆圆 光芒闪烁 灵气冲天 吴子鸣与李冲天等 共有十几人 总共输给他四万两千金元 大夏皇子一输给他一万金元 加在一起 不多不少 恰恰五万余金 十元外 所有人见到这么多圆 都有些晕眩的感觉 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哪里经手过这么多 全都露出了火热的目光 有人敢与我赌吗 叶凡再次发问 这一次 所有人都被镇住了 五万金元实在太多了 平日间很少有这种场面 但凡拿得出这么多圆的人 几乎不怎么会一起相争 大多都是老辈的大人物 都是用来购买西针用的 纵然是江亦菲与安妙依这样的人物 也是神色一动 颇有些惊讶 有人口干舌燥 忍不住像下咽口水 眼睛都有些发直了 盯着园内的五万金元 目光无法移开 可是 这么一大堆园 实在太多了 没有哪个年轻人 可以一次性拿出 全都眼巴巴地看着 有些老辈人物拿得出 但却放不下面子 尤其是十园内 叶凡身边的这些老人 个个都大有来头 很多人足以承受五万金元 可是 方才他们跟在叶凡身后 俨然是在一起选时 眼下拉不下脸来与他对赌 这样吧 我降下标准 以一方元为标准 只要合力凑齐 都可以进来 我一一奉陪 一万金元为三方 五万金元为十五方 叶凡将这一大堆园 分成了十五堆 然后看向众人 赌 我们凑圆 何在一起跟他赌 当下 有七八人凑足一万金元 成为第一批赌者 走了进来 吴子明与李重天等人 更是按捺不住 恨不得立刻进场对赌 这是难得的机会 报此前的一箭之仇 这两个土包子 注定要倒大霉了 可惜我们身上没有圆 这可如何是好 吴子明不甘 前方那个人 不是李一水前辈吗 是幻灭宫的太上长老 李重天他 可是你的悬殊组 你干脆过去 借些园吧 有人这样建议 没错 我看李一水前辈 因神耀之事 对那两个少年 相当的不满 李重天你过去说明 我想他一定会借给我们 那好 我去试试 时间不长 李重天返回 果然借来了一万金元 叶凡不动声色 很平静地看着他们走来 他一直在等这几人呢 早就知道 他们会向李一水借园 此刻 李一水露出一丝深沉的冷漠笑意 意味深长地向十元内望来 老东西 看你一会儿 还笑出得来不 李黑水见到这一情况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还有人愿意来对赌吗 叶凡扫向四方 很多人都异动 想联合起来 不过见叶凡与李黑水如此平静 都有些疑惑了 犹豫不决 尤其是十元内 这些大有来头的老人 一显出一色 觉得事情可能有转机 真的没有人了 叶凡再次相问 此刻 白衣小尼姑依然蹲在地上 拖着美丽的下巴 大眼中纯净无比 不满地嘀咕 道 快切啊 叶凡连问了数遍 都没有人回应 到现在 很多人都有些犯疑惑了 甚至连吴子明与李重天 都一些不安了 因为 叶凡太从容与镇静了 最终 没有人再进场 只有两拨人 要与叶凡对赌 共计两万金元 快一点 白衣小尼姑偏着头 眨动大眼催促 有些不满了 小妹妹 既然你这样着急 我让你来切食好不好 叶凡笑了起来 白衣小尼姑皱鼻子 没有理会她 神情专注 只是盯着那块石头 大夏皇子实在是腻歪 恨不得拍叶凡一巴掌 皱了皱眉头 急步走了过来 站在了自己妹妹的身边 快切食 吴子鸣等人催促 好 静等爵士西针出师吧 叶凡露出认真的神色 持风锐的银刀 在拳头大的石头上运转 咔嚓 切食的声音一响 周围的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似乎又回到了刚开始时 没有人再说话 石粉速速坠落 银刀运转得很快 不多时 拳头大的石头 已经小了一半 依然是白花石 不见异象出现 虽然吴子鸣等人想取笑 但却笑不出来 在这种郑重的气氛下 甚至有些紧张 最后 石料已经不足李子大 还未见又西针出事 许多人再也忍不住 议论了起来 绝大多数人都相信 不可能切出东西来了 已经这么一小块了 还是白花石 若是内蕴有神物 早该感应到灵气了 即便是李黑 谁也沉不住气了 所有人都妄想叶凡 可是他还很是镇定 精准地落刀 快速地切食 咔 当切到不过荔枝大石 石头的颜色终于有了变化 成为了暗红色 许多人惊呼 叶凡放慢了速度 小心地剥落石皮 众人立刻屏住呼吸 不再出声 静静观察 最终 一颗形似心脏的暗红色石块 被包了出来 在场的这些老人全都吃惊 揭露出无比惋惜的神色 太可惜了 这九翘诗人 真的有了一丝蜕变的可能 心脏已成形 如果再过上数百万年 多半真的可以产生灵质 成为静仙的圣灵 可惜啊 他不该这么早出事 被人发现 一切都成空了 所有老人都摇头 觉得这是天意 不然的话 数百万年后 这将是一个无比恐怖的存在 堪于古之大地争锋 九翘诗人也止于此了 到底是 没有能蕴生出奇真 可惜了这尊天地生出的石胎 见在场的老人 都下了这样的结论 吴子明顿时大笑 讽刺道 袁术天才 将袁城献上来吧 叶凡没有理会 继续落刀 果然暗红色的石心 被切开后 什么也没有 哈哈 李重天等人都大笑 充满了快意与嘲讽 石缘外 一片哗然 很多人都后悔不迭 恨不得捶自己的一顿 错过了如此大好的对赌机会 嘿嘿 幻灭宫的太上长老李依水 意味深长的冷笑 大夏皇子与妖月空翼摇头 觉得叶凡实在太冲动了 这等于在平白向外送援 年轻人 让我说你什么好 真不该如此 十读九书 尤其是原始 有种魔性 不切开的话 很难预测结果 周围的一些老人摇头 全都为叶凡不值 叶凡依然很平静 没有多说什么 可是 李黑水却冒出了汗水 什么也没有切出来 这是个很大的打击 尤其是见吴子明 与李重天等人嘲讽 他更是窝火 再见到其他人或同情 或幸灾乐祸的表情 他忍不住叹气 怎么 说不出什么了 共有两拨人与叶凡对赌 在这一刻 皆志得意满 有人开口也鱼 元树天才 再回去好好多练几年吧 天价其实 不是谁都可以切的 不自量力 以为自己是元天师父生了 真是可笑 既然你不说话 那么我们自己收缘 哈哈 这些人大笑 全都畅快无比 尤其是吴子明与李重天 更加地放肆 周围 妖月空 大夏皇子等人 默不作声 一群老人也不再开口 石缘外 一片沸腾 绝大多数人 都自责与后悔不已 慢 就在这时 叶凡忽然平静地开口 道 酒窍食人还没有切完 你们凭什么 动我的圆 听他这样开口 所有人都一正 连江亦菲 与安妙依这样的人 都露出了亚色 你还有石头可切 吴子明等人 接向地上望去 不过全都不怎么在意 白衣小尼姑 依然拖着下巴 没有起身 声音清脆悦耳 道 快切开吧 让我看看 到底有什么 叶凡从石粉中 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头 半个巴掌那么大 能有一寸多厚 这么扁的一块石头 你还指望切出细针来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类 到现在了 还不死线 我们等你切开 看能出现什么 两波与叶凡对赌的人 都不相信能切出什么来 嘴一脚带着冷笑 现在还可以加入吗 你既然还有石料 我也想与你对赌 石缘外有人喊道 我也要加入 算上我一个 天字号石缘 顿时一片嘈杂 很多人都大声地开口 要加入进来 数万斤原石 再让人眼红 怎么办 李黑水焦急 暗中传音 等着收缘吧 叶凡回应 你 我明白了 你这小子先后两次折腾 迟疑的人到现在 也赶进来了 果然该叫你叶黑 李黑水恍然大悟 这一次 叶凡没有像上次那般 痛快地答应 有些犹豫不决 道 诸位 何必这样呢 不久前 是你自己放下话 要与在场的人对赌 怎么现在退速了 说出来的话 泼出去的水 我们也要加入 这个老帮子 李黑水低声咒骂 他发现李一水在送缘 借给了李重天那一行人 那十几人在推波助澜 叶凡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传音道 就是要坑他这条大鱼 这个老家伙 一个人就能拿出数万斤原来 而其他人数十人 都凑不出来一万斤 最终 在叶凡答应下来时 数人快速冲了过来 将三万金元堆在了吴子明他们的圆堆上 其他人不甘 另有数十人 凑足一万金元 奈何晚了一步 样样而回 五万金元对十五方圆 各位到时候 可要认赌服输啊 叶凡越发地镇定了 究竟是谁输谁赢 我想你说反了 吴子明吃到 在这一刻 李衣水心头一跳 觉得有些不对劲 但可惜 原已送了进去 快切食啊 等你这个元数天才 送我们五万金元 哈哈 什么元数天才 不知天高地厚的一个小子而已 叶凡微笑 更加地从容 对到一圣地的老道姑开口 道 请前辈封锁这片空间 以免其争顿去 听他这样说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都忍不住望向场中 连说话的人都少了很多 你确定需要这样做吗 老道姑平静地问道 我确信 将有绝世西珍出世 叶凡非常的肯定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被惊住了 真是一波三折 见他这副表情 许多人下意识地相信了 当然 也有不少人怀疑 更有人冷笑与嘲讽 真是堵昏了头 依旧不死心 我看他怎么收场 如果切不出东西来 我看他的脸皮放哪放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等他出丑 说这些话的人 自然是与他对赌的人 以他们最为甚 全都挂着冷漠的笑容 道一圣地的老尼姑 没有多说什么 果断出手 封锁了这片空间 一片透明的光幕 笼罩了这里 自始至终 道一圣地的少女道士 都很平静 无波无澜 一直都在淡然地关注 而如果论谁最为好奇的话 毫无疑问是白衣小尼姑 对叶凡很不满 皱着穷鼻催促了几次 让叶凡快点切实 小兄弟 你确定能切出西针来 妖月空问道 大夏皇子亦望来 多少有几分把握 叶凡答道 他这样一说 周围的老人 无疑最为吃惊 九翘食人这块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很特别 毕竟关注多年了 如果真的 什么也切不出来 无疑会很失望 这一次 叶凡露出无比郑重之色 这块石料 是九翘食人的前额 包括了眉心部分 早在他切下这块部位时 就已确定 里面有了不得的东西 不过他没有急于切开 而是继续 包开了其他部分 到了现在 他不得不认真出手了 银刀滑落 石皮缓缓被剥落 他的动作非常慢 生怕切坏什么东西 极其小心 啪叉 当叶凡最后一刀落下时 整片石块自己均裂了 远眉心部位 坠出一个残碱般的物体 不过一寸长 半寸厚 他呈暗金色 硕硕放光 竟是一枚金属碱 不知道运生有什么 给人以极其特别的感觉 真的切出东西来了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白花石中 运有锡针 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这是九窍石人 眉心运生出来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在这一刻 暗金色的金属碱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碰 突然 他轻轻一震 自己颤动了一下 什么 竟然可以动 难道是什么古生物不成 众人皆变色 关于古生物的传说 着实不少 这样一枚金属碱 会运生有什么呢 叶凡快速退后 感觉到了危险 就在这一刻 一股惊天的杀气弥漫出 震慑人心 让许多人的脸色 一下子白了 到底什么东西要出事了 许多老辈人物 开始戒备 这是唯一让人安心的 今日有不少老辈高手在此 咔嚓 暗金色的金属碱 快速军裂 而后一道黑色的剑芒 直冲而起 将老尼姑的封印 都给击穿了 冷烈的杀意 让人灵魂颤抖 刺骨的杀气震慑人心 碱彻底破碎 成为鸡粉 一枚不过一寸长的黑色小剑 出现在原地 它睁睁而动 爆发出冲天的杀气 洞穿了封锁的空间 一道乌光直上云霄 天啊 杀意太恐怖了 绝对交织出了盗鱼里 九鞘食人 不愧是天地生养的奇胎 运有这样一枚神剑 如果不是他出事过走 被陈列在此 九鞘食人将来必成圣灵 这是天地为他运出的杀伐之剑 一些老人都发出这样的惊呼 天 你们快看 它是何种材质 似乎是龙纹黑金 没错 的确是大帝的专属圣物 龙纹黑金 这更让人震惊了 所有人都激动无比 不足一寸长的黑色小剑 尚满有很多天生的龙纹 古朴而自然 但此刻剑锋却雾芒冲销 它与遥光圣地的 集到圣兵龙纹顶是一种材质 这可真是绝世西真 九鞘食人 竟然运生有这种东西 这是他将来的兵器 这个九鞘食人很了不得 如果不是被切开了 将来足以与大帝争锋 龙纹黑金剑 虽然不足一寸长 是很小的一枚圣物 但若没有提前出世 与九鞘食人共运 将来定然可成为 集到道圣兵 众人又是惋惜 又是震惊 九鞘食人太不一般了 天生运有兵器 且是龙纹黑金这种圣物 若真的可以出世 将来必然站立阵势 所有人一起动手 封印这枚龙黑色的小剑 快封住它 过早出世 食人有怨 坚持一会儿 龙纹黑金这宗圣物 运生的一枚小剑 这个结果 让与叶凡对赌的人 全都傻眼 吴子鸣与李重天 直接脸绿了 至于幻灭宫的 太上长老李依水 更是险些吐血 这个结果 太出乎人的意料了 他们的心都在滴血 数万金元 就这么被人坑走了 在这一刻 这些人全都有些承受不住 妈的 这也太狠了 数万金元啊 两个小子太黑了 脸黑 心也黑 参与对赌的人 全都激进虚脱 不断诅咒 不过 眼下没有人关注他们 切出一枚龙纹黑金小剑 绝对撑得上吸针 将所有人的心神 都吸引了过去 尤其是 他是九翘十人运生出的 绝对动人心神 白衣将一飞 第一个向叶凡传音 接着 风华绝代的安妙衣 也是谋波流转 如果不是十元被封锁 已经飘了进来 在这一刻 很多人都向叶凡示吼 欲收购此剑 尽管他很小 第三百三十六章 炙手可热 天字号十元内 剑气冲销 那枚不足一寸的黑色小剑 睁睁而动 杀意无尽 相对正常兵器来说 他实在太短小了 甚至有些微不足道 可是威势却射人心魄 乌芒穿云 冷力而肃杀 让人聚到骨子中 连灵魂都在悸动 身心皆悚然 老被一些人物骑出手 乌芒被压盖 从天空中收缩 而黑色的小剑却在跳动 想要逃离而去 正 他化成一道乌光 一穿而过 将一块真实洞穿 刺在老道姑部下的光幕上 老道姑长指如玉 在虚空中一按 空间封锁 四方聚集 有一种大道神威在汹涌 瞬间压落了下来 当 一名老人连续弹指 上百道神盲 射在黑色的小剑上 将他打得一颤 化成一道乌芒 道射而回 吃 乌光闪耀 锋芒刺目 他竟然向人群中射杀而来 这样可不得兵器 绝对威力无穷 一些老人变色 纷纷出手 呛 十几名老人同时正直 接击中黑色的小剑 打得他一阵摇动 光芒终于暗淡了下来 九翘十人被切 怨气果然很大 还要再加把劲 打散他的残念 唯有如此 这枚黑色的小剑 才会恢复到常态 现在完全是一把凶兵 很有可能会杀伤人 如果不是有老道姑在此 以及这么多老辈人物在场 封锁了石原 此地一定会成为流血之地 黑色的小剑威势很盛 交织出了道鱼里 且是龙纹黑金铸成 可以说无坚不摧 几乎不可阴风 很难拦下他 真真真 龙纹黑金剑震动 乌芒如匹炼四射 交织出一片恐怖的黑色闪电 竟有摧毁天地之事 李黑水心惊 道 这么可怕 切实也有危险 如果不小心被他冻穿 什么绝世西针 都将成为虚幻 天妖宫少主妖月空 则惊叹连连 道 龙纹黑金剑 这是一件西式的宝物 绝对价值连城 大夏皇子目光热浅 道 两位兄台 可谓将他卖给我 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价格 叶凡摇了摇头 道 我还没有这个想法 也许会留下来自己用 不是不可以卖 但是现在却不能 方才不少人对他传音 眼下不可能出售 妖月空也是双眼火热 道 这是圣物铸成的兵器 虽然用材很少 且离及到圣兵甚远 但也极其稀罕了 可以拍卖出一个天价 哄 十元中一阵 这些老人真正出手后 纵然是十人运生出的龙文黑金剑 也无法逞威 终究是被被封住了 他之所以如此凌厉无比 主要是天生交织出的 道于理在怨气的作用下发威 相当于一点残缺的法则力量 这些老人并没有就此收手 各自点出了一指 神盲击射 一道道闪电落下 将黑色的小剑笼罩 这相当于一场洗礼 吃得一声轻响 将怨气打散 彻底练化 黑色的小剑失去控制 乌芒终于彻底内敛 丁龙文黑金剑坠落在地 将一块真实洞穿 他才智特殊 乃是圣物 极其沉重 竟没入了地下 叶凡赶忙上前 右手一扶 灵动无比 将黑色的小剑牵引了上来 化成一道乌光 出现在他的掌心中 虽然不足一寸长 但却沉甸甸 比之寻常的 金铁重千倍 这样短小 却足有百余金重 运在九窍十人眉心时 他并不沉重 感觉不到异常 真正出事后 其沉重才体现出来 不愧是交织出道 鱼里的兵器 竟有这样玄妙的变化 降伏龙文黑金剑后 短暂的沉寂 石原一下子嘈杂了起来 一群老头子 将叶凡包围 这位小哥 将此剑卖给我 十三万金元 出售给我 十五万金元 老夫需要他 十八万金元 这些人张口 动辄十几万金元 很多人眼中火辣辣 在这一刻 石原外沸腾 围观地修饰羡慕而又嫉妒 两度切出绝世西针 皆是天价 许多人眼睛都绿了 跟狼一般向这边望来 恨不得扑过来抢夺 这枚龙文黑金剑 交织出了道鱼里 绝对是老辈人物的最爱 价值连城 当然 它亦有致命的缺点 实在太小了 只能以没来衡量 与正常的兵器相比 就像是一粒小芝麻 许多大人物计练法宝 动辄就要练化一座铁峰 几座大山 所用材料以万金为单位 它的珍贵之处在于 它交织出了自己的部分法则 且材料是圣物 尽管微小 但依然算是绝世西针 各位前辈 让我自己琢磨下 这些老头子 一个也惹不起 叶凡可不想得罪他们 龙文黑金剑 只有多半寸长 通体乌黑 有点点晶莹 在它的掌心移动不动 上面有一道道龙形的纹落 玄傲而自然 那是天生的大道龙文 亦是其名字的由来 叶凡越看越喜欢 觉得 若是以强大的神识驾驭 绝对无坚不摧 可大大提升它的战力 不过 当众切出这宗西针 想要自己留下来 恐怕将有大麻烦 这是让它很头疼的问题 细想来 它手中的宝贝也不少了 如今最重要的是收集员 提升境界 给我看看 大夏皇朝的小尼姑 露出西迹之色 叶凡递给了它 白衣小尼姑拖在掌心 大眼眨压眨 说什么 也一不开目光了 小兄弟将它卖给我们吧 大夏皇子再次开口 想要构下此剑 道 我妹妹如此喜欢 身为兄长 我想将其做礼物送给她 老头子我也喜欢 没人送我 只能自己买 旁边的一名老人打去 是啊 身为老家伙 我们只能自己买给自己 小哥你觉得 十八万金元可以出手吗 白衣小尼姑将这枚黑色的小剑 还给叶凡 恋恋不舍 大眼瞟啊瞟 难以移开目光 子依妖月空笑着开口 道 小兄弟 你也不要为难到底卖给谁好 干脆还是放在我们天妖宝去拍卖吧 叶凡被众人环绕 很难脱身 就在这时 儒雅地将一飞进入园中 向老道姑失礼后 一上前预购此剑 同一时间 安妙一轻盈走来 如蓝四射的芬芳飘动 眸波如水 巧笑奄然 虽然未多说什么 但也志在此剑 李黑水好不容易挤了进来 道 诸位 你们申明此剑的来历 是未来圣灵的杀伐之兵 是九翘十人运出的 这是天地生出的圣剑 所有人都不得不惊叹 造物如此神奇 一枚龙纹黑金圣物 天生在九翘十人眉心 化生成圣剑 这一切太过匪夷所思 让人震惊 感觉不可思议 叶凡微笑 诸位前辈 让我仔细考虑下 反正我近期不会离开神城 到时候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自始至终 最为平静的 是道一圣地的少女道士 中天地之灵袖 站在远处 眸子无蓝 淡然处之 叶凡将地上的一大堆圆收起 光芒闪烁 一片晶莹 可谓收获巨大 又得到了五万金圆 与他对赌的人 一个个脸色灰白 没有一点血色 尤其是五子明几人 有杀人的冲动 觉得被坑惨了 这就是一个套 等着他们往里钻 黑小子 你们够狠 再说 我黑给你们急 李黑水也鱼 刚才 又是讽刺 又是挖苦我们 现在感觉如何 借用你们嘲笑过我们的话 一下子从九天之上 栽到地上来了吧 给你们再加一句 还是脸陷着地 你 五子明等人气的浑身颤抖 但也不好发作 如今叶凡袁树惊人 被环绕在中心 如众星捧月 包括安妙依 妖月空这样的人物 更不要说那些 大有来历的老人了 他们可不想去出眉头 叶凡先是切出神药 而后又从酒窍食人中 切出圣剑 此刻自然成为了 炙手可热的人物 许多人都想拉拢他 两位兄弟 我已在最先去 订好酒宴 今日中午 我们不醉不归 大厦皇子暗中传音 这是早已提前说好的事情 叶凡没有拒绝 答应了下来 今日当庆祝 妖月空笑道 她也有这种想法 且此前也提过 在此之前 我要先去还账 叶凡向前走去 来到原师傅 与老道姑面前 将九万金元堆在地上 酒窍食人可谓天价 如果不是切出了 龙闻黑金圣剑 必然是大赔 不远处 幻灭宫的太上长老李 一水气得要吐血 这等于是 她在副长 被坑得如此窝囊 名副其实的上 赶着去送元 让她情何以堪 今天 我们要好好聊一聊元术 大小皇子道 她的妹妹一跟随在旁 妙依 中午预备上一桌真谣 以酒相敬 不知小兄弟有闲暇否 安妙依忽然微笑传音 这个东荒最美丽的女子 一拼一笑都动人心惊 能够得到她相邀 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事情 她竟等叶凡回应 若是传扬出去 定会让神城的许多男子 咽现与嫉妒 将一妃白衣无尘 如玉树临风 笑容很有感染力 她没有上前 而是对李黑水开口 想要邀请两人 旁边 不少老人亦很直接 传出橄榄枝 他们看中的 不光是龙文黑金圣剑 更看中她的元术 有这种想法的人 自然不在少数 若是能够 与一个元术天才交好 将来自会有大妙处 第337章 再谈如来 神城 是一个风云际会之地 东荒的大能 中州的皇族 北渊的巨拨 时长惊献综艺 此地的一切 极度奢华与繁盛 最先却号称 神城八大仙家九楼之一 悬浮在半空中 这是一片穷楼玉宇 宫殿的一砖一瓦 都是玉石刻出来的 归美而壮丽 如梦似幻 叶凡与李黑水婉拒了其他人 与大夏皇子和妖月空灯 灵醉先缺 小尼姑自然也同行 白雾缭绕 这片宫雀坐落云端 雕梁画洞 金碧辉煌 仿若来到了古天亭 几人腾空而上 才在白玉阶梯上 向后望去 云雾迷蒙 俯瞰下方世界 好像真的登临了仙界 敢问上天 是否有仙 大夏皇子心有感慨 随口赢了一句 叶凡一正 往昔种种 与现在对照 他一阵失神 这个世界 修士可飞天遁地 笑傲长空 云雾脚下过 瞬息千里行 若是在故乡 他已是神仙 白玉大道 铺展向前 如通天之桥 他们漫步在上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许多灵情真寿 在云雾间飞舞 威鹅的宫雀间 十六名妙龄少女 凌空飞来 降落在云雾间 向他们恭敬的失礼 引领几人向前 最先缺 非常讲究 复古建筑 像是经历过千百事 刻下了岁月的印记 宏伟不是一种 名为底蕴的沉淀 李黑水笑道 这里的一切 属于北渊黄金家族 月空兄 你就不怕引来麻烦 来者是客 他们不会无礼 自杂招牌 妖月空武力惊人 同辈南巡对手 不久前 曾与黄金家族的传人 打了个两败俱伤 结下了仇怨 贵客这边请 十六名妙龄少女 都是不弱的修士 然而在此却只能引路 以及帮客人真久不彩 南天门 叶凡神色一动 前方宏伟巨门上课 有这样三个古字 走到这里 脚下到处是云雾 这是效仿传说中的 古天亭而见 大厦皇子介绍 显然是这里的常客 我怎么没有听过 古天亭之说 叶凡问道 距今一万多年的亲弟 提过一句 他要见天亭 曾列出这样的格局 结果终究陨落了 妖月空解释道 亲弟 是万载前的妖族大帝 是严如玉的先人 他究竟活了多少年岁 不可考证 很难说清 该不会真有什么 古天亭崩塌了吧 叶凡心有怀疑 不可能 只是亲弟提了 那么一句而已 大厦皇子摇头 穿过南天门 前方无比地开阔 分为四片区域 有春夏秋冬四景 这里 叶凡惊讶 远比在地面见到开阔 宫阙很多 四大园区 竟有四大季节的 不同景象 妖月空道 这里有四片节界 虽然无法与 古之圣贤开辟的 小世界相比 但也几乎快自成空间了 北原黄金家族 对空间之道 有很深的造诣 旁边的一名少女 柔声细语 道 请贵客选择园区 最终 叶凡选择了东景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 他还从未见过 雪花飘零的季节 清冷的空气迎面浮来 这片宫阙银装素果 额毛大雪飘舞 他们站在宫阙下 眼前一片白茫茫 叶凡一阵失神 想到了过去 同样飘雪的季节 那些人与世 如今 相隔一片星域 很难再相见了 幽香飘来 苍净的梅树 傲雪迎风 在苦寒中绽放花朵 在冷冽中 飘洒晶莹 他们坐下来 一边饮酒 一边看雪赏花 别有一番风情 几倍美酒下肚 连白衣小尼姑的小脸 都喝得红扑扑 大眼睛亮晶晶 公主殿下 你可是出家人 怎么能够饮酒呢 叶凡打去 白衣小尼姑 并没有剪去发丝 以雪白的帽子 遮在里面 他皱了皱绣器的鼻子 小声咕噜道 我在入室修行 腰月空道 早听闻 佛教有诸般神通妙述 皆是世间奇数 只是从来未曾见过 叶凡就是想向佛教方面灵 想旁敲侧击 释迦牟尼的消息 不过大夏皇子 与小尼姑都没有戏谈 现在的佛教什么 过去佛 还是如来佛 叶凡暗中让李黑水 代问出这句话 佛就是世尊 没有其他名字 白衣小尼姑道 释迦牟尼是什么佛 叶凡漫不经心地问道 白衣小尼姑 红扑扑的小脸顿时一致 亮晶晶地大眼盯着小酒杯 不再多说什么了 大夏皇子神色正重 叹道 我们还是不要提 这个名字了 在西末这是一个禁忌 我也想知道 确切发生了什么 遍翻古籍 也只能得出一句话的结论 从此 佛教无如来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叶凡不解地追问 似乎是 佛已经灭读 大夏皇子说完这一句 缓缓摇了摇头 夏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李黑水端起酒杯 自己饮下 啊 都说到这种地步了 你还支支吾吾干吗 诚心掉我们胃口 大夏皇子名为下一名 白衣小尼姑名为夏依陵 相熟后 几人称呼便随便了起来 说是世尊 又说不是 叛徒可能与他有关 还有说 他是佛的魔客 大夏皇子下一名住口 再不肯多说 妖月空道 皇子殿下 都说到这里了 你就不能再具体一点 这便是我听闻的一点秘心 再无其他了 万不可说出去 不然有杀身大祸 大夏皇子下一名道 什么秘心 谁会杀我们 叶凡问道 我们不要再谈这些了 真的没有一点好处 大夏皇子下一名 坚决地摇头 夏兄 以你的身份还有忌惮 妖月空不解 佛教的事 我们真的不要多说什么 下一名抬眼四顾 望着茫茫大雪 道 须弥山 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见他如此 众人也不好深问了 大夏皇子 也确实所知有限 叶凡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道 佛教存在多长时间了 自古长存呀 小尼古罗利下一灵 纯净的大眼中充满疑惑 依父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的样子 自古长存 叶凡吃惊 佛教先于两千年前的释迦牟尼 早已存在 这让他正正出神 东荒知道佛教的并不多 不知道佛教长存 自然没什么 妖月空笑着 对尼古罗利道 叶凡思索 在星空的另一端 关于佛教 虽传为释迦牟尼所创 但是此前就早有佛徒 与其说是其开创 不如说是其发扬 在一些古经中有记载 释迦牟尼游历实践 佛徒损身修行 认为不是正法 此后便有了如来之法 他觉得一下子抓住了什么 便没有再深问了 细细琢磨了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宫阙外 一望无影 白茫茫一片 大雪纷飞 梅花悠香自苦寒中来 几人把酒言欢 这桌酒宴价值五百金元 已相当的昂贵 但和传说中的仙艳比起来 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 这里的仙艳 动辄数以万金元 是专为圣主与大能准备的 且需要提前预定 不然的话 光食材就难以凑齐 谈到仙艳 连天妖宫的少主妖月空都择舍 是不是太夸张了 叶凡问道 一点也不夸张 以当中的一道菜 神皇赤为例 它真的是以拥有 神皇部分血统的鸟王烹饪而成 凝聚了其一身的精华 一般的修饰吃下去 可以突破一个境界 叶凡忽然问道 有没有天鹏吃 以前确实有天鹏宴 不过老鹏王为此大动干戈 终究因他而取消了 金翅天鹏这道菜 叶凡张了张口 真是一阵无言 李黑水道 仙艳 一年也没有几次 唯有圣主宴请大能时 才会偶尔一开 我们还是别多想了 不过 我真想喝一杯仙艳上的物道茶 据说连大能都可能会因此而顿悟 妖月空摇头 道 物道茶 仙艳上几年也不见得出现一次 这种东西是无价神物 整片东荒 只有一株物道茶树 每年能够采集到三十几片叶子就不错了 也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呢 世间只有一株物道茶 在哪里 叶凡惊讶 在不死山中 妖月空道 思所有人都到西冷气 不死山 为东荒七大生命禁区之一 在中部地域偏北 那是一处生命禁区 妖月空道 唯一的一株物道茶树 还长在不死山中 以各种手段 每年也只能传送出来三十几片叶子而已 那里距离圣牙不远了吧 叶凡问道 不错 相距不是很远了 据说圣牙当年是有人以绝世大法力 从不死山切出来的一座山牙 妖月空不愧为天妖宫的少主 对很多事情都很了解 叶凡点了点头 这个地方 他必要走上一趟 而且 时间不会太遥远 因为圣牙有九密 圣牙与不死山有关联 大城的荒谷圣 亦在那里陨落 牙体被血染成暗红色 此外还有大地在那里刻有阵纹 叶凡觉得 那里一定有很多的秘密 忽然 叮咚的月声响起 隔壁宫阙中 一个白衣少女在独奏琴曲 一群灵情都被招引而来 这些宫阙都是敞开的 宫柜客观学赏媒 彼此间有时可见到 是安妙依 叶凡神色一动 安仙子 怎么在此独奏琴曲 大厦皇子问道 妙依也在此定下了酒宴 本欲以酒向进古风小弟 却被拒绝了 安妙依带眉弯弯 无暇御荣上带着浅笑 古风 是叶凡现在的名字 他不可能以真名行走神城中 安仙子何必这样说 不若我们合在一起 共饮酒如何 叶凡微笑 妖月空 大厦皇子一相邀 安妙依倾笑 点了点头 翩然而来 他清临而至 大眼睛瞟了一眼叶凡 浅笑道 古风小弟 你是第一个拒绝我的人 妙依可是很记仇的哦 第338章 吴始终又响 安妙依轻盈地坐了下来 有一股自然的体香 如蓝四射 他偶尔前影 妙语如珠 与几人碰碑 很快就融入了进来 一点也没有突兀加入的感觉 大厦皇子与妖月空等 都是非常人 自然不会被一般的美色所动 但是安妙依却有一种奇异的魅力 让人不由自主生出好感 古风小弟 妙依敬你一杯酒 这次该不会拒绝了吧 他的笑容很甜 叶凡轻一杯酒 道 下次 我请安仙子月下赏花 你做陪礼 妖月空顿时大笑 道 花钱月下吗 古小弟年纪不大 可不要学花哦 安妙依白了他一眼 风情万种 他虽然出自妙玉安 但平日间冰清玉洁 如寒风上的雪莲 圣洁不容泄毒 此时笑颜如花 别有一番动人的风韵 叶凡微笑 道我怎么敢 月空兄曲解了我的意思 安仙子 这样的御人堪比广寒仙子 上次夜月奏情曲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想 若是夜月下陪礼 或许可以再赌仙舞 大夏皇子笑道 不若安仙子 现在给我们一盏仙舞吧 大雪纷飞 你们忍心让我在寒风中起舞 安妙依浅笑 但最终还是站起 来到宫阙外的霉树间 他轻舞如云 一笔雪节 如一个精灵 在锐雪中飘舞 体态恶挪 将一种柔眉展现得淋漓尽致 梅花飞舞 片片晶莹 围绕着他旋绕 洁白中带着点点红 将他衬托得更加空灵 好 好 其他宫阙中 都传来阵阵贺彩声 许多人可见到雪中仙舞 无暇的身影 不多时 安妙依清零飘进殿中 连白衣小尼姑都被感染了 与安妙依清静了不少 古小弟元树惊人 到底是如何修成的 他们把九言欢 终于提到了这个问题 这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 家传的一些古法而已 南登大雅之堂 叶凡答道 妖月空道 古小弟太谦虚了 虽然你只出手了两三次 但亏一八二只全报 想来必有惊世之术 大夏皇子下一名道 原来传承于元树世家 不知是出在哪一家 叶凡已经知晓 北域有几个元树世家 传承很久远 非常出名 与各大圣地关系莫逆 山野小户 不值一提 不是什么世家 只是祖辈传下来一些 浅漏元树而已 平日间从不用 妖月空文听他这样说 道 果然是高人 不险山露水的世家 该不会是传承最久远的 元天师一脉吧 那可是天下元树 最强的一只 哪里 我的术法 与元天师一脉没法比 叶凡摇头 古小弟太谦虚了 我关你这元树 颇有古风 恐怕不会比元天师 那一脉差多少 大夏皇子道 北域有几大元树世家 我觉得 你的元树要胜过他们 我见过两个世家的传人 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妖月空道 安妙一笑道 这自然不用说 我听闻一个元树世家 曾来过几人 细看过九窍十人 最终却是放弃了 哪里比得上谷小弟 说实话 我是懵的 反正已经切出神药 我就仗着胆子堵了一把 叶凡笑道 同时开始转移话题 他不想纠缠这些 李黑水道 皇子殿下 你们大夏皇朝 中年都有皇族住在神城 难道队员如此上心吗 的确很需要 大夏皇子答道 叶凡摇了摇玉杯中的酒水 道 我曾听到过一些传言 不知是真是假 妖月空文言也开口 道 唯有耳闻 夏兄能为我们解惑吗 大夏皇子下一名 放下酒杯 道 你们所听到的一定是 我们家族的祖辈窃元石 从石中得到一部天书 令我们无可阻挡的崛起 因此而开创了大夏皇朝 是否 不错 正是这个传说 李黑水点头 安妙依亦很关注 轻笑道 殿下 你就细说一下吧 让我们想真真切切地了解 这一切都是谣言 太皇经 怎么可能是从石中切出来的 这是先祖太皇所创 代表了一种极道成就 大喜皇子道 太皇经 为中周四大奇书之一 攻击力中周无双 隐约间有当时第一之事 据说 唯一能与之争锋的是 九密中的斗字诀 可惜这种无上胜数 每隔数百世才偶尔一线 几乎断了传承 两大攻击圣法 从来没有真正遭遇过 世人都想知道 孰弱孰强 可惜一直未能如愿 妖月空点头 道 我也在想 太皇名震古今 其术法怎么可能会源自他人 太皇 是一个传奇 激进神灵 有人说他可逆行伐仙 是一个了不得的盖世人物 当年 其攻击力 让整片天下都为之战利 举世无双 黄道龙气一出 天下无人可与之争锋 古之大地 俯视天下 太皇在古史中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辉煌印记 下一名道 我大夏皇族 之所以常驻北域神城 只是单纯的需要源 以及园中的西真 众人自不相信 最起码还有其他传言 有人说 他们收收集园中的神物 是想炼一炉仙丹 也有人说是想修补一件圣兵 妖月空道 据北域的古籍记载 十几万年前 也就是荒谷时代 曾从石中切出过一个绝世美人 你们说 会不会类似于九窍十人 李黑水摇头 道 这很难说 或许是古生物被封缘中 也说不定 据说 当年各大圣地都拦不住 任他逃离而去 安妙一道 原石这一行 不仅仅是赌源 还有更珍贵的东西 李黑水道 谭道元 自然不可避免地提起 叶凡切出的两种奇真 几人为其估量价值 那株人形神药 残缺得太厉害了 只剩下两只药角而已 最多只值十几万金元 大夏皇子 做出这样的判断 妖月空点了点头 道 其真正价不超过十五万金元 太古神药比神元还要珍贵 但毕竟太残缺了 毫无疑问 他很有发言权 毕竟天妖宝缺 是神城七大拍卖行之一 如果有人迫切需要他呢 拍卖的话 我想 应该有很大的上升幅度吧 叶凡微笑 安妙一无一声 有一副蹊跷玲珑心 瞬间就猜到了什么 道 各大圣地攻打紫山 若是有大人物伤亡 回来之后 经文太古神药出世 一定会争相近拍 不错 叶凡笑着点了点头 尖伤 白衣小尼姑 小声咕弄了一句 小妹妹 话可不能乱说 我这是在救死扶伤 叶凡笑道 谁是你小妹妹 小尼姑罗莉皱着鼻子 给她的翻了个白眼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 最高可以逼近三十万金元 妖月空做出判断 咕咚 李黑水猛咽下一口酒水 掩饰自己咽口水的声音 这实在太惊人了 残缺的骨质神药 居然还这么值钱 龙闻黑金小剑 价值几何 她忍不住问道 两位兄弟 你们就不能 将这把小剑卖给我吗 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价格 大夏皇子非常恳切 很显然 白衣小尼姑真的 很喜欢那枚不足寸长的小剑 闻言大眼顿时扑扇了起来 妙依在修一种奇术 迫切需要一柄 无坚不摧的武器 亦想说够下此剑 安妙依浅笑开口 叶凡一番手 将那枚龙闻黑金剑拖在掌心 递给几人 让他们赏关 妖月空道 不久前 天妖宝缺 有人送来一块 比指甲盖还小的龙闻黑金 被拍到八万金元 思所有人都倒吸冷气 大帝专属圣物 果然昂贵的离谱 比同体积的神员 都不知道要珍贵多少倍 古之大帝 所住的吉道圣兵 所需甚聚 绝不可能 以这样的力状物来衡量 细想的话 一剑集到圣兵 不说内蕴的盗鱼里 单其材质 就难以衡量 有多么恐怖的价值 难怪古之大帝 便寻天下 都不见得能够 收集到所需的材料 这也太离谱了 几人看罢小剑 大下皇子道 此剑 毕竟孕育时间有限 远未达到出世的时机 刚刚初步交织 出到鱼里而已 安妙依道 此剑不足一寸长 若是熔成一块 与拍出八万金元的 那粒龙文黑金相仿 考虑他运出了 自己的部分法则 可以再加七万金元 不会这么便宜吧 李黑水道 安妙依笑道 如果再考虑 是九翘十人运生出的 是天地生养出的 圣灵之剑 还可再加十万金元 二十五万金元 李黑水心中 砰砰直跳 遥跃空道 事实上 还要更珍贵一些 九翘十人 运生出来的圣剑 最高 也许可拍到三十五万金元 不要说安妙依 就是大下皇子 听到这个树木 都有些承受不住了 他们的身后 虽然有超级大势力 但也不能随意出手 乱收购吸针 三十万加上三十五万 一下子就是六十五万金元 李黑水感觉有些晕眩 叶凡想了想 道 如果拍卖的话 我不想要普通的元 可不可以兑换成一种元 遥跃空道 有些难度 谁也不愿意 向外兑换一种元 若是想换的话 我估计 价值要缩水三分之二左右 什么 差这么多 叶凡吃惊 纯净元对修为高深的人来说 效果极其微弱 还不见得有 自身体内的灵气浓度高 而一种元就不同了 他们是浓缩的精华 对于高深境界的修饰来说 纵然对修行无大用处了 但用来恢复神力 还是很不错的 六十五万金纯净元 如果兑换成一种元 最终只能价值 二十万金元左右 叶凡真的太吃惊了 差不多如此吧 大下皇子也这样点头 这 叶凡很无言 但是 他没得选择 不然的话 他进阶所需要的 一百万金元堆在一起 那将是一座山 他如何去炼化 直接被淹没了 他唯一庆幸的是 元术有成 还可以继续在 其他圣地十方赌时 筹其所需 应该没有问题 当 突然 悠悠终生想遍天地 整座神城都跟着共鸣 颤抖了起来 这终生 夜凡心惊 紫山无始终又响了 与上次一样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震惊无比 感受到了一种 无与伦比的 红大与磅礴 毫无疑问 各大圣主第二次攻打紫山 最终又逃顿回来了 不知道这次发生了什么 月空兄 将古之神要开始拍卖吧 夜凡这样说道 而后 李黑水对夜凡传音 道 那没狗啃过的人缘国 也该拍卖了 他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第339章 天下皆动 神城共鸣 各大圣主横渡虚空 将五始中的音波带了过来 紫山 五始大帝已有大钟 正在那里 近来引动天下风云 成为最焦点的所在 第二次攻打紫山 又以失败告终 圣地损兵折将 而归 神城震动 半个时辰后 消息传出 三位圣主重伤 不少老辈人物 在五始中播下成为积粉 形神俱灭 斯德西这一结果后 一片道稀冷气声 神城所有人都震惊 这一次 几大圣地与北域十三大寇 达成协议 借助吞天魔罐 想要进入紫山 不想依然失败 若不是关键时刻 上古吞天罐 挡住了五始中播 圣主皆威仪 龙文顶 太阳神炉 虚空古境 要镇压所谓的底蕴 这一次 依然没有被动用 半剑极道武器 终究是挡不住五始中 发生了这样的大事 几人自然无心 坐下去了 纷纷起身 九燕就此散去 安妙一灵去前 奄然一笑 道 古小弟 若是想卖龙文黑金剑 一定要考虑妙一哦 仅仅过了数天 消息便传遍天下 世人皆经 无始大得留下了什么 一口中无人控制 还有这样的威势 实在让人觉得恐惧 叶凡没有继续去赌石 竟等天妖宝缺 拍卖古之神药 这几日 他在李黑水的陪同下 终于将神城转了一个遍 不得不惊叹 果然像是神奇一下的巨城 神城内 并不是所有地方 都极度奢华 也有很古旧的茶馆在路边 我猜测 下次诸圣帝 一定要动用极道武器了 半只吞天罐 根本挡不住中波 无始大帝 公餐造化 他所留下的传承 没有人不眼红 诸圣帝一定会动用 极道圣兵了 在一座破旧的小茶馆中 所有人都在谈论紫山事件 茶馆虽小 但却没有人闲寒酸 因为一些传说中大能 有时也会出没这样的地方 叶凡与李黑水 也坐在这里 等待即将到来的拍卖 一会儿拍卖行的钟声响起 他们就会进入天妖宝缺 诸圣帝可真是不顺 这次死的人比上次多 传言有 圣主都重伤垂死 这可真是天大的事件 前几天 不是切出太古神药了吗 那个小子果然走了狗屎运 现在拿出来拍卖 一定是一个逆天价格 叶凡摸了摸下巴 没有说什么 细心聆听 李黑水咕弄 这叫机会 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狗屎也不是谁都能踩到的 我听说东荒外的大势力 都蠢蠢欲动了 据说中州的四大不朽皇朝 皆有高手过来了 此话一出 顿时一片道稀冷气声 中州自古至今 为天下忠心 始终鼎盛 高手如云 冠绝天下 除非有大地诞生的年代 不然历来强盛于东荒 南岭 北渊等地 四大不朽皇朝 均临天下 并不是说 只有这四种古老的传承 而是以他们为罪 中州除四大奇书外 还有一些古今 虽非大地所创 却也深奥无比 诸子百家争名 要是过来几位教主 或者皇主 紫山可真是要有大热闹了 诸圣帝必要动用极道武器了 不然将失去先手 必要在近期内有大动作 众人一边喝茶 一边议论 所有人都很关心 这些离我们太遥远 不是一般人能够触及到的 还是谈点别的 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最终 这个话题终是被谈卷了 这些人开始说起其他的事情 不死山的悟道茶 今年飞出来四十片茶叶 高于历年 可惜 那诸神树生长在不死山中 不然的话 那样一株古树 每年将出产多少悟道茶叶 抱怨也没用 这种绝世吸针 唯有大人物们才能偶尔享用一次 对了 最近那个荒谷圣体 闹得也很凶 四处劫掠 喜劫流寇 诸圣帝 年轻一代都在抓他呢 但每次都无功 叶凡听闻到这则消息 顿时笑了 一定是土匪找人 在做这一切 他身上可是有万物母气啊 诸圣帝默不想抓到他 圣子齐出 十方追寻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最新消息传来 着实能惊掉一地下巴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荒谷圣体身边的那只狗 可真是大方一彩 给诸圣帝咳着镜的抹黑 叶凡听到这里 与李黑水面面相去 黑黄到底做了什么 他们细心聆听 那只狗 比荒谷圣体还凶 四处咬圣帝的人 专门找年轻一代的下口 诸圣帝 老辈人物在攻打紫山 年轻一代 皆在寻找荒谷圣帝 想夺万物母气 大黑狗绝世凶狂 到现在为止 不足二十天 共咬了六十三人 全都是圣帝门徒 说也奇怪 这只狗没咬一个人 都会干嚎一声 一千金元 小子你明白 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叶凡听到这里 顿时满脑门子黑线 这只死狗 确实在尽心尽力 不过太贪婪了 明显是对他干嚎呢 咬一个人 索要一千金元的报酬 这种狗咬的六十三人中 有四十九人是女弟子 现在诸圣帝的女门徒 谈狗色变 这只色狗 叶凡暗中咒骂 最有意思的是 他叫嚣着 要收诸圣子与圣女当人宠 噗 当听到这则消息 茶馆中很多人 都将茶水喷了出去 这只狗也太极品了 好强大的一只狗 跟圣帝叫板 最新的消息是 那只狗真的 掳走了几个圣帝门徒 让他们叫他为主人 结果那几人直接崩溃了 哈哈 有这样的事情 听说 几位圣子 正在全力追杀那只狗呢 叶凡有些无言了 大黑狗也太能搞了 果然是大方一彩 当 悠悠钟声响起 传遍神城 并不是无始终 而是天妖宝雀的大钟 昭告神城所有人 将有绝世西真拍卖 每当这样的钟声响起 神城都会轰动 这次一不例外 很多人冲天而起 向着天上的宝雀飞去 一会儿要小心 我估计可能会有 圣主级的人物到场 叶凡道 李黑水点了点头 他们腾空而上 来到天妖宝雀 云雾翻涌 宫殿成片 这里亦有空间结界 比在下方看到的 要广阔很多呗 正中有一座巨大的宫雀 像是太古的巨人建造的 极其的高大与宏伟 犹如一座山一般 矗立在中央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 天妖宝雀 纵然来十万人 都可容得下 且皆有座位 它极度奢华 通体紫光闪烁 完全是以珍贵的紫阳石铸成 流动着梦幻般的色彩 叶凡与李黑水到来时 正好遇到吴子明与李重天 在他们两人的身边 还有一名气质不俗的年轻男子 当见到叶凡两人后 吴子明的脸顿时阴沉了下来 冷笑连连 吴兄 你在傻笑什么 难道有什么喜事不成 李黑水道 对方的明明在冷笑 冰寒刺骨 杀意弥漫 他却这样说 黑小子 你别得意 有你们好看 李重天寒声道 难道你们还想杀人约祸不成 李黑水并不在意 吴子明冷声道 不要以为懂得一点元术 就以为可以横行神城 有厉害的人物会踩死你们 谁想踩死我们 叶凡漫不经心地问道 有人会以元术堕死你们 李重天冷笑连连 你们学的那点东西 不过是相间野术而已 在真正的元术世家面前 什么也不是 吴子明讽刺 我们学的是不多 但有人偏偏向我们送了几万金元 李黑水大笑 就是这两人将九鞘十人切开的 旁边 一个锦衣男子依衫华丽 隐约间有一种傲气与自负 没错 就是这两个小子 李重天答道 行了 我记住了 我会去石方将他们堵到脸绿 一生一世 都不敢再迈入这一行 锦衣男子淡淡地扫了一眼叶凡于李黑水 而后便没有再看第二眼 吴子明冷笑道 你们等着吧 一场赌石大战就要开始了 只要你们出现在石方 就让你们脸绿 对付他们 也算赌石大战 锦衣男子摇了摇头 嘴角露出一丝冷漠的笑容 道 除非元天师再生 他看都不看叶凡与李黑水一眼 镜子向前走去 吴子明与李重天 对锦衣男子极度客气 相陪在身边 急忙跟了下去 拽上天了 这家伙是什么人 李黑水斜着眼睛 看三人远去 应该是元术世家的人 多半还是个了不得的天才 叶凡望着那个人的背影道 你怎么确定的 李黑水问道 此人的右手食指 隐约间有淡金色光彩呈现 这是点石成金 手针至画镜的体现 叶凡道 这么厉害 能对付吗 李黑水道 试过才知道 叶凡平静地笑了笑 看你这个样子 多半能坑他吧 李黑水坏笑 不好说 这个人很厉害 叶凡微笑 当来到天妖宝缺前 妖月空早已等候多时 将两人引到了一个贵宾包间 位于楼上 可以清晰地观看到 拍卖大厅中的一切 此时 人山人海 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修士 几乎坐无虚席 赤龙老道也来了 李黑水指向下方 在不起眼的一个位置上 赤龙老道端坐 与其他人坐在一起 周围的人显然都不知道 他是恐怖人物 有好戏看 神药价格绝对低不了 你看 诸圣地的人都来了 李黑水黑黑地笑了起来 此次拍卖 将有很多真品 古之神药注定是压轴大戏 突然 李黑水止住了笑声 道 我看到了我爷爷 他老人家千万别当冤大头 尤其是别惦记那没狗啃过的果实 十三大寇也有人来 可想而知 古之神药多么地动人心惊 突然 叶凡见到几个头戴龙冠的人 心中惊讶 道 那该不会是中州不朽皇朝的大人物吧 李黑水也注意到了 点头道 一定是为了紫山无始大帝的传承而来 顺道来到了神城 几名头戴龙冠的人 一看就气欲不凡 并不是大夏皇族 他们进入一座贵宾包间 还有秃子 那边来了几个老光头 李黑水眼睛有些发直 道 这几个老秃头 后脑勺好像有光环 叶凡吃惊 道 西末佛教的人 脑后生还 这可真是够恐怖的 同时 他不得不惊叹 无始大帝威名震骨朔惊 传承刚一出现 就引动天下风云 这些人一定都是冲着紫山来的 第三百四十章 圣主级拍卖 几名老和尚皮肤成淡金色 脑后生有淡淡的光环 走进一座贵宾包间中 消失了身影 这几个老和尚 难道修成了金身 叶凡在星空的另一端 听到过佛教金身之说 连西末的人都来了 无始大帝的传承 果然是震动天下 影响可真够大的 李黑水感叹 忽然 他神情一宁 以神念传音 道 那边 比青椒王还恐怖的存在也来了 叶凡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见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皮肤白净 身材奇长 容貌轻渠 他是谁 此人就是北域第三大寇徐天雄 是徐元与徐恒的祖父 李黑水介绍道 叶凡留意 记下了他的容貌在 这可是一个超级恐怖人物 他亲手镇压了徐元 万不能暴露 不然将有大祸 不多时 叶凡见到了大夏皇子 与白衣小尼姑 他们陪着一个头戴龙冠 身穿金色龙衣的中年男子 走了进来 那个中年男子非常的神武 隐约间就九条真龙绕体 在黄金战衣上盘踞 而在其头上的龙冠上 更有一个由龙器化生成的龙头 骇人心神 这一定是大夏皇族的重要人物 龙器成形 聚出了真龙之头 这是将太皇金 修到极高深境地的体现 李黑水吃惊 厉害人物来了不少 绝大多数都不认识 金碧辉煌的拍卖大厅中 座无虚席 一眼望去 到处都是人头 现在 叶凡与李黑水都不担心 诸圣地都来了 那诸残缺的神药 一定会派出天价 李黑水道 我已经打探清楚了 好像是遥光圣主负伤极重 主要是上次被孔雀王 以混沌宝印打伤了元气 这次在紫山差点陨落 叶凡不禁向人群中 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望去 赤龙老道坐在人群中 根本没有看出圣地一眼 果真是有恃无恐 上次去杀遥光圣主 他可是亲自参与了 还敢来到这里 不过想想也可是然 诸圣地与十三大寇 都暂时和解了 借助上古吞天罐攻打紫山 赤龙老道坐在这里 也就不算什么了 当 悠悠神钟响起 天妖宝却安静了下来 拍卖即将开始 这时 进出的人叫少了 该来的重要人物与大势力 几乎都到齐了 无需再等 最前方 是一座黄钻龙台 金银闪烁 流转金灰 瑰丽无比 完全以黄钻雕刻而成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走上龙台 宣布拍卖开始 十六名少女 站在龙台两旁 出自天妖宫 自然皆为妖精 她们恶挪多姿 以粉砂避体 将负责呈出拍卖物 最初 成交了几件小器物 最高成交价 不过两千金元 一切都波澜不惊 第四件拍卖物 荒谷宝玉一块 底价一千金元 黄钻龙台上 白发老人宣布 一名妖精少女 脸部轻摇 发丝甩动 拖着一个紫檀盘 走上黄钻龙台 拖盘上有一块骨玉 光泽温润 纹络腻 叶凡心头俱跳 这块玉太熟悉了 绝对是地玉 是无始大帝留下的岁玉 他没有想到 在这里见到 被人拿来拍卖 抵一架才千金元 这简直是一个笑话 若是让人知晓其来历 不要说一千金元 就十万金都要抢到疯狂 这块玉有什么讲究 拍卖大厅中有人问 此玉有一种道玉 疑似西年大人物的配语 白发老人介绍 众人仔细观察 最终全都摇头 没有人报价 古玉上有模糊的烙印 正是九条龙脉中的一条 不过却只是一角 而非整条龙身 这块玉断裂的庙 只呈现了一角山岭 纵然见过紫山 与九条龙脉 也无法认出 叶凡激动 如今 无始大帝传承惊动天下 若是被人认出 必是天大的波澜 此刻 叶凡的心情极其激动 比切出绝世西针还不平静 一千金元 他爆出底价 两千金元 忽然 另一座贵宾间中传来声音 与其针锋相对 叶凡听出声音 是与吴子明同来的锦衣公子 他顿时皱起了眉头 三千金元 四千金元 锦衣男子继续加价 李黑水不解 道 一块破玉而已 你买它做什么 此玉关系甚大 叶凡没有办法说出 不然将是弥天大祸 他必须要得到 但却也不想当冤大头 笑道 十几万年前的古玉 想收来把玩 既然他们也想要 就给他们好了 五千金元 超过这个价格 他们尽管拿去 六 那边报了一个六字 但终究没有喊出口 最终 叶凡以五千金元 购下这块古玉 虽然多花了数千金元 但绝对值 想出入紫山 非古玉不可 这是吴史大帝留下的唯一钥匙 若是让人知晓 必是尸山血海 流血飘炉 它可打开吴史大帝的传承 叶凡对吴史经志在必得 诸多大人物 都在天妖宝雀中 没有人理会开头这些小器物 都在等待古之神药 却不知 与一块逆天古玉擦肩而过 也幸好如此 不然此地必有惊世大战 吴子明他们故意抬价 针对我们 李黑水很不满 叶凡心情大好 并没有计较 到 日后在圣地十方 与他们论理 最终 终于迎来了重头戏 一个少女妖精 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卷博书 送上黄钻龙台 一位大能作画后留下的手计 底价三万金元 白发老人高声传音 哄 拍卖大厅顿时沸腾 许多人神情激动 不少大娇的太上长老纷纷出手 竟拍此物 四万金元 五万金元 老夫出七万金元 八万金元 场面相当的火爆 一群老头子竞相报价 许多年轻人也只能眼热 根本参与不上 这帮老头子 跟吃了春药一般 眼睛都红了 李黑水笑道 别乱说话 这个地方 说不定有人可以截听到神念传音 叶凡提醒 最终 这位以作画的大能的手计 被拍到了十二万金元的天价 着实让人咋舌 黄钻龙台上 白发老人宣布 道 下面 将有一件古之西针拍卖 拍卖大厅中 顿时鸦雀无声 落针可闻声 十六名妖精少女 修为都很不弱 但此刻却通体是汗 娇喘吁吁 柔弱无力 他们合力抬来一口残破的大钟 能有一米多高 古旧无华 看不出什么 像是民间常见的中体 所有人都一惊 这些少女都在道宫秘境 却如此吃力 足以说明此中的沉重 天妖宫的白发老人上前 亲手接了过去 将灰暗无光的大钟 迎上黄钻龙台 摆在最高处 展示给所有人 破了 已经毁坏了 众人哗然 大钟的一侧 彻底缺失了 严格来说 这是半口钟 一口破钟拿来作甚 有人不解 大声问道 诸位 你们不要小觑他 此乃古之西镇 白发老人神色正重 到底是什么 白发老人道 此物 是被人在一座废弃的 古矿中发现的 存在的年头 无比久远 最起码有五万年的历史了 世间古物多的是 不是岁月久远就珍贵 它有什么来历吗 一名老辈人物问道 他可不是寻常的大钟 这是一位一只脚 即将迈入古之圣贤境界的 上古大人物 祭出的兵器 白发老人话语落臂 拍卖大厅中 顿时一片嘈杂 诸多老辈人物激动 纷纷报价 七万金元 八万金元 十万金元 在这一刻 纵然是诸圣帝都参与了报价 此中已经残破 不可能修复了 但依然残存有法则 值得大人物们研究 场面非常火爆 一些老头子不断大声加价 全都是超级大势力的人物 这帮糟老头子 吃完春药 又打鸡血了 李黑水咕弄 叶凡笑道 你爷爷也参与当中了 李黑水 最终 这口残破的大钟 成交价达到十八万金元 极其惊人 可想而知 若是完好 将有多么的昂贵 现在 拍卖最后一宗西针 堪称绝世 因为再也不可能找到第二株了 白发老人感叹 亲自走下黄钻龙台 将一个洁白无瑕的玉钉 捧上高台 玉钉不过一尺高 上面加了盖子 严丝合缝 密封得很好 我想诸位 都以得惜它是什么 没错 是太古的神药 被一位小友 从石中切出 拍卖大厅 一片喧嚣 难以平静 很多人都站了起来 这次拍卖 就是为了这诸神药而来 当然 许多人只是为了见识 因为不可能买得起 必然是天价 多半会落在诸圣地的手中 没有人可与他们竞争 白发老人将白玉钉打开 取出神药 虽然被封在冰雪园中 但还是有淡淡的心香飘出 让人神清气爽 但蓝色的根莖 闪烁晶莹光辉 乳白色的药角 与人足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是小了很多而已 时间太久远了 这种人形神药 到底是什么名字 都没有人知晓了 当今之事 走遍大荒 恐怕也难以寻到 这样的人形神药了 它的保底价为 十五万金元 思所有人都倒吸冷气 此神药的确是绝世吸针 但毕竟残缺得太厉害了 真正价值绝不会超过 十五万金元 可是 保底价格就直接飙到了这里 显而易见 成交价会很离谱 短暂的沉寂 许多人喊出高价 十六万金元 十八万金元 二十万金元 连第三大寇徐天雄都站了起来 喊出天价 一群老头子健壮 都做了下去 因为他们知道绝对没戏 这是圣主级人物的较量 果然 诸圣的开始出价了 各大圣主有人 亲自来到了现场 坐在贵宾包间中 那帮老秃头也出手了 李黑水大喜 后脑勺声有光滑的几名老和尚 直接将价格推到了二十五万金元 而中周来的几名头带龙关的神秘大人物 更是一口气加了五万金元 思叶凡倒吸冷气 道 看来这些人真的想进紫山 这是在做准备 提前购得保命的神药 李黑水道 干脆 趁着这么多大人物在场 赶紧将那没狗啃过的果子 也拍卖掉吧 叶凡点头 道 不错 只要神药成交 立刻让天妖宝雀拍卖那没留下全齿的果子 哈哈 我倒要看看 会被哪位圣主买去 看他什么表情